这是火的证位 好 我们的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 请大家将手机调至正动或经营模式 讲座开始之后请不要随意走动 关乎天文已查十遍 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 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华中科技大学 第2212期人文讲座现场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郑斌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了金灿荣老师 金老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科并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外教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院长 上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金老师 我因为今天上午一直在上课 所以我就身体坐下来给大家聊 所以我也放松一点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 前年他就安排我来过 这次又有机会来华科 非常非常的荣幸 谢谢曾斌同学 今天也是很寒冷的 天气里边跑去接我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内容 主要是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 我就谈谈我对世界大报告的意见 第二个部分 我谈一谈对未来 咱们这个政策走向的判断 第三个部分 我谈一谈国际形势 我是以战略地区的视角 来谈国际形势 然后接着下来我就准备谈过去五年 中国外交具体的变化 因为过去五年外交的变化 其实就成了习主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 我想谈一谈 咱们外交面临的一些困难 一些新的挑战 这里面包括朝鲁的 朝鲁啊台湾啊 还有这个人籍的情感 包括最后 然后我争取有一点钱 我们来互动 有什么感兴趣的 话题 首先我们就泄露主题 我们就谈那个 我对报告本身的理解 我现在看了两篇段 对这个报告 然后呢 我的理解的十六大报告 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 其实是历史延续 这个 其实在报告里面讲 中国将长期属于社会主义初级结论 这个判断就是一个老判断 没有这个判断 我们就会抖起来 飘起来 这个判断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判断呢 就是中国还是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延续啊 第三个判断呢 就是中国啊 他向世界保证 中国将坚持走 和平反而高路 这个让世界放心啊 另外 最后还有一个判断就是 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 那这些东西 我认为都是过去 三十年政治的延续 也就是报告 很重要的基点 有些东西我没有变得 那个 另外我注意到 十八大以后 十五大以后 习主席在行程安排上 有一点相似之处了 十八大以后呢 习主席带了 当时的六个常委吧 跑到那个 国家博物馆 看那个 复兴之路 这是强调我的红色基因 我是共产党员 我这个党制 我这个执政党 是共产党 要强调这个东西 然后 看完复兴之路 之后的第二天 习主席就跟那个 国家外国专家局的 二十多个外国专家 拿那个友谊讲 给他们对话 但是表达我国家开放 我一直会交鼓勇 我绝起不是捣乱 还是给大家 这个什么做的 这是十八大以后 十九大以后呢 其实也是这么安排的 讯号也是一样的 但是次序略为颠倒了一下 现在北京呢 跟那个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的 二十多个外国顾问 提起的对话 这个 倒不是专家了 都是一帮大老板 是吧 有宝马的老总 有那个软银的那个 日本软银的老总 孙正义 然后有那个 苹果 酷克 酷克 然后年轻人 很喜欢的那个 Facebook的那个小老板 小扎 对吧 那个 新华社报道很有意思 说习主席跟他们的句话 是先讲话 讲完话以后 与会代表 中间举手发言 表现得很积极的 其实第一个举手发言 而且又中文发言的 就是小扎 现在他中文学得不错 他老婆家教很好 这是一个动作 完了以后 另外一天其实也是带着常委 跑到那个上海 去看那个一大会 出去 是吧 后来又看了红船 最近还有一个新词出来的 叫红船精神 这个 这个其实跟 18岁以后安排是一样的 他记得两个信号 一个对内 他强调 我是红色基因 我是中国文化 我是红色基因 我不忘记 另一个国际社会讲 我要跟你交朋友 我保持开放 对吧 OK 所以坚持开放这个信号 也是老的 不变的 所以我阅读报告的第一题 我也是有些人是不变的 然后下面又是变的 19大期间 习主席跑到贵州团 跟代表对话 然后他就强调说 大家以后要学 那个19大报告吧 主要要抓住四个心 然后这四个心 就是我这列的四个心 新的历史方位 新的主要矛盾 新的指导事情 和新的历史 但是习主席来就讲说 你们要抓住四个心 但是到底怎么体会 他就没错 因为我们 我就来体会一下 因为其实最权威的 那个解释应该习主席本人的 他出了提问 他就不管了 我们只好自己来回答 这四个心 我的理解呢 新的历史方位 关键抓住这个事 叫强起来 强起来 十八大以后 中国网民呢 就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说毛泽东是解决新中国挨打的问题 曾小林解决挨饿的问题 是吧 习主席要解决挨骂的问题 这是比较 强起来的问题 那么下面就个怎么强法的问题 其实现在讲了 其实讲了三个阶段 他说第一啊 从今天 从17年到2020年 叫决胜全面小康 那么我的理解 决胜全面小康呢 就是把我们国家有四千万的 绝对平坷人口 平坷问题要解决一下 如果我们有四千万人 按照四行路的标准 就是每天 整个收入不到两百元 这个是有问题的 基本的温饱解决不了 现在我们有四千万 这个呢 他说一定要解决 学生全面小康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人 所以现在各个地方政府 还要用稳重 要那个精准的货品 一对一货品 用得很重 OK 这个是现在最大的任务 这个解决贫困问题 那么 现在正在做 目标就是2020年实现 其实是很难的 很容易的 但是他看来是 决心很大 解决完了以后 2020年之后 其实提出新的 两阶段的 过去没有的 是他自己提的 他说2020到2035 要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这个目标呢 实际上是小平原来讲的 两个百年的第二个百年 小平原来说 2021中共一百年的时候 要小汉国 然后在 这个没什么调化 其实现在定的 不是2020 但是后面那个 小平说 共和国一百年的时候 2049要基本实现国家 现在 现在休止局就把 这个目标提前 数研究到2035 是吧 目标提前 是吧 好 甚至还不是还有一点时间 就是说 2035到2050 要建成 把中国建成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 美丽 的 计划 这是一个很高的 问题 因为中国领导人呢 讲话挺谨慎的 一般他不说强过的 他既然用了强过的 我的理解 就是2050 我要做世界第一 我给压到后面 就是孙中山 现在以前讲的 那个超音港美 要在我 港美 对吧 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 这很高的目标吧 我要做世界老大 另外呢 这个 他说 我的这个实现 世界第一 路径 是社会主义 那么这两者就区别在哪里 就是资本主义 是永续 是通话 然后 我这个现代化 是一个都不能落下的 11月10号下午 在越南县的 开那个 这个 叫A派克 工山领导人峰会 对吧 然后越南人 我自己没去啊 我的学生去了 我学生是 学华交部的 他呢 所谓越南人 实际上是论 那个两条结构的 越南人是这么安排的 就是 第一个发言是 克朗普 35分钟 第二个发言是 习主习 30分钟 其他领导人 就是8分钟 显然 你们怎么想 我们把那 越南 我就把这两个 当做正副书记 而且他 越南还是拍美国马 逼连 给那个特朗普 第一个发言 还是35分钟 其实就是30分钟 那个 那么呢 翻译的情况 这样就是 特朗普前面 20来分钟 没有 没有掌声 他前面呢 讲到很奇怪的 那个科技 说过去几十年 你们亚洲国家 都赚了我们美国便宜 我心里觉得是习 因为也是 因为那时候 为你们的能力 不满 都赚了 他说我怪 前面那些美国领导人 他们是一帮傻子 告诉你们 我来了 你们就赚不到钱了 下面那么亚洲理性 听到是诸笑 不知道 觉得肯定不太舒服了 但是又不会 就不好意思 虚摊 后面十分钟 那个人在讲的 他就是骂我 他说 其实有一个国家 依靠自己 不断增长的力量 在南海改变现状 他就在这造网的时候 然后就啪 你吧 这就是一帮坏人的 他不敢骂中国 他老头骂 挺爽的 所以这部分有了掌声 但第一部分没掌声 但是习主席来 后来是可以 讲的有十七次掌声 所以主要是讲 习主席来国际上 讲话讲很多问题 那么其中就讲到 我们的发展是包的问题 说我们的发展 是一个都不能落下 现在 我的理解社会主义 现代化就是这个 就一顿都不能落下 所以我的现代化路径 要给你们攻击 所以这是我个人认为 是一个崭新的目标 以前没有领导人提过的 我要做世界第一大国 同时呢 我要给你们还公正 虽然是不容易的 以后你们走上社会 做管理人员也知道 公正的效率 是一对天然的原点 它是有矛盾的 非常公正的就是没有效率 效率提高啊 是一定不成功的 这俩不可能两千 在心理这个目标里面 世界上的两个都要要 第一 我们要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肯定是我效率第一 否则我怎么是世界第一 第二 我还要比我们更公平 中国是最绝 但是它就是这么定的 我们就这样去追求 这就是新的历史范围啊 下面就是新的主要矛盾 现在我们标准的表述就是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这个想法 与我们的生产大胆 不平衡 不充分 这个呢 就是对新的社会现实的准确把握 中共呢 是国家领导核心 中共本身是很大的 现在八千九百多万 到了明年就过几千万 九千万是什么概念 九千万在世界 人口排位排了十几米 知道吗 那个 因为 欧洲第一大国是德国嘛 才八千三百万 知道吗 我们中共往欧洲去 欧洲第一大国 欧洲不承认 你必须要有共识 最主要的问题 基本矛盾抓不准 后面 政策就不太容易出那个偏差 基本矛盾要抓不准 就会有问题 那么三十年前呢 我们刚改革开放了 小平呢 给我们中国 基本矛盾的总结 是符合当时的现实的 他这么说 他说 人民对物质生活的需求 与我们生产 利益相对落后的矛盾 这个就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当时中国绝大多老百姓 吃饱穿暖 住得大多过得去 都是有问题 很难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然后生产是全面短缺 所以那个时候 让老百姓 基本吃饱穿暖 住得比较体验就可以了 今天就不一样 今天这个社会的要求 比较高了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中国人 还有吃饱穿暖的问题 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来 吃饭穿衣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绝大部分中国人现在是吃多了 穿高来的 对不对 穿那就是穿得要体面 穿牌子 名牌什么的 那个 所以对这一部分 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讲 你再就是 简单地满足它的目的需求 它才能够满足 它要的是 优美的环境 公正的法治 透明 而廉洁的行政 然后 还有很多对个人权利 个人财产的尊重 要这个东西 所以社会的要求就高了 另外生产情况也变好 现在我们 一般的生产 现在有点过剩了 现在钢铁啊 煤炭啊 水泥啊 电解鋁啊 玻璃啊 都是过剩的 所以都要去产 要压缩 要压缩 但是 中国有一些东西 确实是 不如外面 是吧 有些产品我们还是觉得还差 医药 有些药 但是外国产品好 这个 然后去年 是不是网上有一个 有一个新闻 一个上海人 是吧 花了两万多 旅行费吧 参加一个团到东京 然后再花一万二 能力买这个 好多交气 后来当时这个家伙不后悔 回来一打开 发现是中国生产 那个 这个说明还是 我们国内其实对高党的 他们也是有需求的 也有购买 嗯 但是呢 供给跟不上 对吧 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OK 于是 习主席就 把这些 土壤活动的标志 改成了美好的生活 学习 余生的 不平的 这是新的主要 那么新的指导事象 这是新的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已经写到 党章里面去了 现在标准表述了 嗯 那个 那我 我对这个习主席思想的理解呢 我认为是两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呢 就是建国以来 两个三十年历史经验和教学的总结 第二部分就是 五年内政外交经验和总结 两部分 这个 但是我需要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 他是 两个三十年的总结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小平的这个三十年呢 他的出发点呢 是对前三十年的否定的 嗯 对不对 然后就启动了过三十年 这个 但是在改革三十年以后 也有很多问题 这几年 特别是在斯巴拉以前 网上 左右两派对立非常厉害 对不对 他这个两个三十年相互否定的情况 后来西斯基一上来就强调 说两个三十年 不要相互否定 嗯 对吧 所以他其实 他的智慧 前三十年 对 前三十年 小平是否定前三十年 然后西斯基一说 两个三十年 不要相互否定 所以我的理解 他的继承呢 是两个三十年 都继承 这个小平有很大的区别 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两个三十年 他都继承 然后再加上这五年的 新的历史经验的继续 这样就构成了一些事情 最后讲讲新的历史论文 新的历史论文 其实也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旧化成体 就是三大历史论文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有三大历史论文 国家的现代化 国家的统议 都会和平 其实几年以后呢 就不提了 八十年代后就不提了 因为很显然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不可能完成这些的话 不可能完成 国家的统议 你说的给你没必什么 所以就不提了 三十年代就是沉默了 这次十九大历史论文 又把这个三大历史论文 对于旧化重体 是新历史论文的第一部分 现在我们说 我们国家要实现现代化 比较厚厚 对吧 然后实现国家统论 也只有可能了 实现世界和平呢 我们维护这些和平的 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现在讲这个话 就比较厚厚厚了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存心的 尤其是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 实现录复兴 然后要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这个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这也是很多年国提的一句话 这个话呢 在新中国以后 成立以后啊 老主席提过 然后就回到这一部分 大概在1950年代中期 老主席说过 这个 因为当时 五十年代 那个时候 这个新中国很自信 这个 新中国49年成立 然后到52年呢 新中国所有的这个指标 都超过了战前 经济指标 对 所有的经济指标 都超过战前 另外呢 就打了一仗 这个朝鲜 打得还不错 对吧 军事上跟美国打成了一瓶手 这在国际上是很震撼的 因为五十年代 在美国奴隶中间 他的GDP战是四点一半 他是唯一用的核武器的战 苏联那个时候没有战 那个 科技是遥遥领先 是吧 所以美国那个时候 是公认的江湖第一招手 这个 这个时候 苏联都不敢跟美国正面的碰 这个 然后呢 苏联还挺坏 他鼓动的朝鲜去打仗 朝鲜战战啊 是实战性决定的 跟毛泽东没有关系 我们中国不要承担这个历史的人 这个锅我们都要背 这个 这个 朝鲜战是1950年3月25号 斯大林把金日成 遭到莫斯科 他们俩密谋决定 关键角色者是斯大林 毛泽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 他挺坏的 他那个朝鲜 给了一把火牵制了 但是他没想到某个老亲自动手 他打得很漂亮 人团一战 朝鲜都主力部队 全军覆没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找毛泽东爸妈 毛泽东的压力也是很大 我看那个王中心回路 毛泽东 决定打还是不打 心理压力很重 所以说起不了城 他常常躺了两天 他想到就找战神林彪 说小大弟弟给我包他妈 我说我才不去 他就不放 毕首 毕首 最后就起了老总 什么意思 老总 五零年 10月25号 带队进去的时候 军神手上只有四个队 实际上这个部队已经不存在了 所谓的朝鲜战民军 就是一支游戏队,对不对,是我们把它给救了。 后来我们从七零五湖出发,打到了三八线,对不对? 美国五湖三出发,打到了三八线,我们都打成了一瓶手。 打成瓶手对新农国奠定制国际地位是很重要的,对吧? 就是一个不见精算的少林寺扫地针, 这一战完了以后,没有任何国家敢侵略中国,对吧? 不足够设计别侵略我,就行了,是不是? 新农国开局是不错的,经济恢复很好,战争打得不错, 还有一五计划开局很不错。 一五计划,五年计划,苏联专家领导们知道我们订的, 包括建设我们武汉三辆大桥,武钢,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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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时他们的计划是偏保守的,实际上我们新农国大概两年半, 五年计划,全部完成了。 所以这个时候新农国挺开心的, 然后毛主席就说了, 说我们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又有党的领导, 又号称你的制度比资本主义好, 所以你对人类要没有贡献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毛主席提供,要对人类有贡献。 但此后就不提了,此后迅速我们就遇到困难, 大冶金啊,三天灾害啊,等等等等。 此后呢,新农国对国际社会的说法说, 我用7%的奔地把22%的人口养活, 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然后国际社会完全同意, 因为国际社会看到我们就是一个穷家饼, 然后孩子特别多, 然后你们家不出来炒饭就行了。 别的影响, 你们家孩子,而且男孩子都又能打, 然后你要是出来炒饭, 影响社区治安嘛。 你把家绑好就很好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过了60年的好战这个日子了。 现在呢,其实又停了, 要对人类做出现在的困难和解。 他在哪里说的呢? 在十二大报告的第十二部分, 十九大报告的第十二部分。 就是外交队员呢, 坚持走合力发展道路, 推动购物件在人民共同体内。 这一部分的第一次人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向, 不仅为中国人民谋福利, 而且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行。 因此中国共产党, 一定要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困难。 这个是新任务, 这是以前还要的。 这个提出来以后呢, 国际社会反映成两极的。 有些群国家欢欣独华, 就是又来了一个财主, 没捡钱了。 像那个巴西州华公司就来找我吃饭, 说你们准备做什么贡献啊? 哈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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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 kleine清手是吧? 哈啼 哈哈 这第三次元首个国家啊。 八大个家是有点害怕的 我10月18日到现在参加了六场中美对抗 其中有一场美方团队叫科特堪博 希拉里的新副,希拉里要当总统,她就是国务区 她说她经历读了几遍,我读了两遍,她说你给我差远了,我读了四遍 她读完以后她不太爽的 美国的感觉说你要为人类做贡献,就是要跟美国争国霸权 她说你不光是管人家的事,你还管社区的事,管单位的事 是不是要跟我争单位领导权了? 另外她对还有一句话挺敏感,就是希拉里讲了四个自信 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人自信,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的道路将给发展中国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 另一种道路选择 这对美国人听的是很不爽的 只要美国说现代化只有我们家一条路 都得从这走,我留下把钱的 都得从这走出一条路来 这个美国人是挺不爽的 所以她呢,跟我讲话说 我挺担心以后中美会有新的矛盾 什么矛盾呢?叫模式竞争 就是,邓小平三十年改革 其实是在中美关系当中 还有中国与西方关系当中 回避了模式竞争 但是现在呢,她认为希斯熙 新的历史论物 就会导致中美关系未来有模式竞争 而模式竞争是美苏冷战的一个关键队 所以她对中美关系有点担心 OK,这个就是我对希斯熙 讲世卫星的理解 一家自演出来的参考 好,下面呢 加强我对以后政策走向的推算 未来政策走向第一是政治商务 中国是一个政治挂拆的国家 这就是第一次政治 希斯熙在那个报告里面 反复讲全面出现之党 有人统计过,讲到二十九次 报告的政府部分 报告都是为什么 全面出现之党 因为这个党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 是领导核心 所以他要全面出现之党 这个党搞得很健康 好,党整完了以后 又不让他闲着,对不对 然后就要坚持党对一切控制的频道 报告的第三部分 是不是谈了未来的 那个 十四个基本方略 基本方略的第一个 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这个其实是跟三十年改革的 基本的事物很不一样 三十年来是不是强调党政分开 然后政企分开 现在不是 现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以后外企都得设立党支部了 甚至网上有个传言说 那个德国商会 在考虑 德国企业撤出中国 因为规定了 必须设设计党支部 设计党委 另外领导方式 是伟大落成 这个报告里面讲了四个伟大 是个伟大斗争 伟大事业 伟大工程 伟大工程是第二个 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和伟大梦想 核心是伟大斗争 这就跟那个胡主席时代不一样 胡主席讲到和谐社会吧 这个就不一样 现在是斗争 这三个要联系起来 这个国家的执政力量 当要健康 所以要全面重演 然后当 搞得很健康以后 要领导一切 然后领导的方式是斗争 这个 这个是报告里面反复强调 我个人阅读就是把这个放低一点 因为 他在讲 它直接影响我们 直接影响我们生活 以后 从现在是教育口 我们所在的 教育口 理论界 写文章 文艺界 媒体界 坦才讲 都得老实一点 听党的话 这是最重要的讯号 涉及到大家的命运的 OK 这是第一点吧 第二点呢 是经济上的 跟那个第一个讯号 不一样的 政治上实际上是有点瘦了 那经济信号呢 是放开的 再报告里 第三部分 他强调要换成新发展里 连建设现代经济体系 对不对 第四部分 现代经济体系 那么我的理解 现代经济体系 肯定包括市场经济了 市场竞争 还包括开放 没有市场没有开放 不能叫现代经济体系 对不对 因为我的理解 经济上是要搞活的 政治上要索紧 经济上要搞活的 这是我对报告 这个 这个 未来走向的理解 对不对 而这两个东西呢 乍一听是有点矛盾的 对不对 政治索紧 经济上开 但是从政治学上讲来 这恰恰是咱们 东亚地区啊 二战以后啊 很多国家都打了 就叫做新权威主义 NUAL THORI TIRRORISM 这个 它的标本呢 就是新加坡 这个 如果我的推断成立 政治收紧 经济上来 中国未来的大的重项 就是新加坡 世界会面临一个 很大很大的新加坡 这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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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那个 咱们 东亚地区 二战以后的 历史经验 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呢 搞美国模式啊 是搞得不太好的 这里有一个标本 就是按照美国模式四国 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原来是美国殖民地 上后独立了 独立以后 它的基本政治结构 和治理思路完全是美国的 宪法就是造钞美国的 整个执政的思路就是美国的 但是这个国家竞争不怎么样 对不对 菲律宾在50年代 它的那个人均GDP和capital 在东亚地区啊 东亚二十几个国家当中 它是排第二位的 仅次于日本 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排了二十几个去 这是我们的三分之一了 今天我们的人均GDP 要过九千美元 菲律宾是三千 这个人均GDP 原来不是我们三倍以上 现在是我们三分之一 这个不行 还有出口没什么工业产品 出口第一 第一大产品就是飞庸 这是保姆 所以这个模式 菲律宾是个很好的案例 按照美国模式的时候 还有呢 还有一个模式 很多国家试过这个地方 就是苏联模式 也就是有时候叫斯大林模式 是吧 也不成功 这个地方比较成功的 就是新协外主义 日本四小庄都是表白新协外主义 因为1955到1995是自民党 绝对的一党执政 然后经济特别好 到了95年 自民党选举失败 浪给了社会民主党 出来一个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 首相叫春山富士 从此日本经济就开始往下滑 那个 韩国的经济是不是在那个调警会 他爸爸那个调政西 将军领导之下实现的 汉江奇迹是调政新创造的 台湾的经济奇迹是不是两讲创造的 香港的经济奇迹是在港都领导下创造的 哪有什么港人治港的 香港人比大陆人老实守规矩啊 那就是港都打出来的 那不是教育啊 港都就是说你帮那个西克族啊 印度的西克族 就是蚕头的 个子比较高的 上海叫红头阿山 他们受港都的指使就打呀 现在你要比如说排队 银行排队 不过其实排队 你要插队上去就打 孕夫都打 老人都打 打老师的 不是教育老师的 是棍棒下出孝子 这么出来的 那个 然后经济也挺好啊 这就是亚洲的基本情况 但是这 这一大三小 日本还有那个三小白 后来都开始搞民主化 然后经济就不行了 但有一个家伙呢 从来不变 就是新加坡 从六五年建国到今天 一直搞的就是新加坡 搞的相当好 那个 新加坡去年的人均GDP 本来就超过这六万美元 日本呢四万还不到 别人超过日本 别人超过三个亿 他在世界排位啊 排得九倍啊 这个 这个 所以新加坡呢 从就是现代化的表现来讲 是做的比较好 这个 它的核心就是这个 就是新闯 但是我们能不能重复这个成功呢 不是还很多的 因为我们内外条件很不一样 新加坡太小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太大了 那个 新加坡钢建国二百七十多万 现在五百多万 国土面积呢 它钢建国四百平方公里 现在七百五十平方公里 现在不给它吐了 所以它以后就停着 再不会再长大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 它前五十公里的土地面积 扩大呢 是从印尼一大的土地 后来呢 马来西亚就去告状 后来印尼就不给它吐 后来一直从我们这边 主要从海南岛了 这个 这个 后来我们 不是要在人海之后 我突然发现土没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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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来转到 柬埔寨去要土 后来发现 下手晚了 我们把柬埔寨的土 全部弄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说 今天我就长了 他就全都这样 主持人来 这国家很小 七百多平方公里五百万人 在咱们那儿 武汉三分之一人 对不对 面积跟东西湖区一样大 是吧 人口武汉三分之一 所以它小 咱们大 咱们十四亿多人 是吧 从面积接近千万别 所以就快乐会大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你能不能重复它的那个 那种模式 可能是有点问题 另外还有外部好像不一样 外部啊 西方世界还是很浓的 新加坡 新加坡是那个 是那个英国殖民地嘛 所以英国人看新加坡富 这俩 有关要理解了 他叫黄皮富的英国人 他的那个心理结构啊 文化价值观都是英国人 看我们一卡就是红色的共产党 因为我感觉 实际上我们现在大方向 这国家正往这个模式走 但是呢 一考虑到这个内外条件吧 能不能做好 还真是有点 没把握 有点没把握 OK 这是咱们国家 未来走向最重要的两个判断 政治上收紧 经济上放开 其他呢 还有几个方面啊 我的推算就是 基本上按照老路子往前走 首先是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就是过去五年确定的三位议题 我们叫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和一方治国的三位议题 他具体的表现 就是 还是会发挥 人民代表党会制度的这个作用 发挥政协的作用 发挥组织战线的作用 这个 然后呢 这个 呃 还会呢 在 在某一个点呢 我估计会搞行政改革 我大胆推算啊 就是 军改完了以后啊 政府 行政体制要改革 会在 像军改一样 就是 容易会减少一点 然后搞大覆制 把那个 行政关系比 顺一点 这个 效率提高一点 所以 如果你们家有亲戚在部队啊 现在面临军代表下岗 要离开部队 我建议他们去企业 因为企业啊 可以这个 露企秀之加油办 那个 企业的机会应该挺多的啊 不但讲 我对 最大以后的那个 经济是比较看好的 这个 呃 后面的逻辑是这样的 这个 咱们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几年吧 发展得不错的啊 被公认为是世界经济积 那么这里有很多原因 其中有一个体制上的原因 就是咱们的经济是双轮驱动 有两个引擎 一个是市场 一个是地方政府 中华民族呢 是有市场天赋的 很会赚钱的 是吧 这些人农民啊 没什么文化 他要赚钱算大本金啊 不会赚钱的 就是我们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 像我们书呆子的活在会 但是呢 就是这个 人口当中 有企业家天赋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是一个特点 你只要给它 就引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它就有人会抓独机 会发财 这个 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市场 我们做得不错 所以呢 就是地方政府 是咱们中国经济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特点 这个 这个其实呢 再说广一点啊 是我们东亚社会成功的 一个共同的秘诀吧 就是西方整个经济学呢 它们有一个迷信的啊 西方现代经济学 大部分都是从亚当斯密来的 亚当斯密就有一个迷信 就认为呢 自发形成的市场里面 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呢 它能让那个资源分配啊 最有效率 所以要特别尊重这个看不见的手 然后对政府啊 要加以制约 政府不能随便干预经济 整个西方经济学 都是从这个国际来的 它也符合西方社会的经验现实 所以在西方的整个这个经济哲学里面 主要就是靠市场 靠企业家自己在搞 政府呢 是很被盗的 在方面看的 就除非市场出大问题了 政府去干预一下 干预完了 马上就赶走 政府不能做一个独立的变量 常规性的干预自己 不行了 但是东方社会不是这样的 从日本开始 还有世界上还有我们 都认为啊 市场本身呢 经常失灵的 而且市场那个看不见的手 它正常情况下 它必然导致啊 经济分化 然后在生产本身呢 必然导致垄断 这个看不见手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垄断 而不是利益 就是那个 叫叫叫利益分配的均垄 所以在东方社会看来 亚当师命的假设是错的 所以呢 就始终要保持政府的经济的干预 所以东方社会的政府 始终是经济活动的一个主动参与者 这跟欧美是不一样的 欧美是政府但是 带着镣铐的干预 政府当然是他们一帮不让人进去 有事儿大家就进去 然后马上来 东方不一样 东方是市区的干预 日本市场中都这么干 知道吗 我们当然也这么干 只不过跟他们比 我们政府就更厉害 对不对 因为会不会有个强大的事儿 这个宪法要保障公有志 对不对 所以它工具多啊 手段多啊 所以就干预得特别厉害了 所以 就是为什么账户啊 你看账户 现在是72年了吧 是不是发达国家 是不是发达国家 原来老的 美国 欧洲还是发达国家 真正进入发达国家 这种部落就是咱们东亚几个国家 全世界那么多穷国家 大家都自律于现代化 但是都没有成功 只有东亚几个国家 看到没有 所以说明东亚是个指导哲学 可能是最大的 咱们国家也是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那个 一个发挥市场 一个充分发挥地方的成分 就是我们双冷掉 这是中国增长的诀窍 这个 这个在受过西方经济学大脑熏陶的人 是不接受这个东西 但是中国的现实 是证明这个是对的 知道吗 这个 好 过去五年代 中国经济继续办法 办法有很多经济学解释 过去五年我看 中国人就希望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 每年 2-digital 就是两位数字的增长 怎么一下从10掉到6了 全国人都不高兴 都紧张 然后就很多经济学家来解释 林云夫就说 这是周期原因 全世界大家都慢了 不是我们一家慢 周期原因 然后呢 原来那个 你看那个 统极局 不是 国家统极局的首期经济学家 叫 姚锦园 他说主要是结构原因 因为三十年增长以后 劳动力贵了 土地贵了 资源贵了 环境成本贵了 环境成本贵了 你必须要把 结构 还有 还有 还有些人说是那个 是那个 产能过剩 就是那个 08年之后 中央政府投了 4万亿 地方政府投了 30万亿 一家一个人 撑多了 吃多了 得吃这个 家味饱和丸 做消化 对对对 出产能 因为当时我看 经济学院 很多讨论 有周期原因 有结构原因 有产能原因 都对 都对啊 但是 都不全面 也不是最关键 我觉得最关键 其实是政治原因 所以我一直说 了解中国经济 不能从 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去看 那肯定是谈到 一定要从 中国的政治 经济学的角度去看 那才把握出 把握出 要牌 其实 过去五年 主要也是政治原因 就是咱们 政府呢 现在 高调完股 然后呢 给金银成定规矩 然后地方政府 轰一下就熄火了 所以有个引擎就熄火了 现在各地的企业家 是不是都说 说地方政府现在态度很好 它是坚决不犯事 对不对 那个 所以 你原来双引擎 也单引擎 肯定就犯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十二三以后 我相信地方政府的引擎 会重新起动 现在各地 新的地方大圆 包括咱们武汉市一方所属地 特别热情吧 对不对 然后武汉市要在沿江 再造一个新普通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地发的新型民营经济 对吧 对吧 所以现在各个地方的大老 都开始了 搞新一轮 把他进房 干净了 所以我的推算 就是咱们中国的地方政府 可以温柔的区货 比中国经济 又回到双轮去了 所以今年呢 大概GDP是6.9 或者到7 今年肯定是到7 未来甚至可以到8 中国要到8 今天我们过80万亿吧 GDP 十二万亿美元 十二万亿美元 8的增长 一年就是一万亿美元 一万亿美元 在去年就排世界第十六位 是的 知道吗 这个 所以经济是看好的 其实今年的市场 已经开始做积极反应了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关注这个股票市场 今天有一支股票 涨的特别风 就是牢台 对不对 一年代以后 开盘牢台就大概是二百 二百六十块钱 到了上个月底 是不是突破了七百二百 涨了差不多五百块钱 后面的市场逻辑就是 市场的投资者推算 地方政府要干活了 要弄几袖子加油干了 对不对 因此这个酒该喝也是要喝的 哈哈哈哈 不许是这个逻辑吧 不许是这个逻辑吧 嗯 OK 我这整个表演啊 这完全是个人看法 请问大家看看 我这个去投资啊 哈哈哈哈 他在不推算经济 政治肯定是收的 所以大家讲了 他经济肯定是我的 所以有投资机会 要去抓 其他方面呢 就这样呢 常有一种啊 在这个国家治理上 就是我推算就是这样 三原则不变 党的领导 人民做主 伊法治国有基层的领导 具体表现就是 一讲会啊 还是要好好拍的 人民大会 政协还要好好拍的 人民战线也好好搞 然后行政我非常会有一次改变 这未来不定 就是军改完了以后 肯定会有行政改变 所以我就是说 你们家里如果有亲戚 从军队出来 最好去起 那里起工作 别去地方政府 你去了以后不久 那个又改了 哈哈哈哈 两次改革你就退休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么下面社会治理啊 社会治理呢 抓住三个要害 一 文化自信 咱们中国古代文化很自信 到了近代的那种自信 到了五十年代 到了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之初 又没有自信 现在就是要恢复文化自信 就是社会治理的一个要件 第二就是民生保障 就是这个 对那个 对那个 市长机器因为它 必然带着质物通化嘛 所以有winner 也有loser 对不对 然后咱们国家 会对这个loser 照顾 不会一点 就不能出现 大规模的集体平衡 个体平衡永远是 不少的 但是不能出现 大规模的集体平衡 几十万人一个线 就不能出现 最后呢 就会特别强调生态文化的重要性 这是西主席老讲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对吧 现在要注意一个情况 就是各地的环保 就是我们的 西主席很重视环保 他们拿了 上方保健 也是浪漫人 虾管 对不对 这是这些东西 好 这个国防的军队现代化呢 肯定是提出的 因为在十九道报告 第一次提出来 要把中国军警方军 建成世界第一种军队 但是以前没有的 以前就是说 我们要实现军队现代化 而现代化的标准 就是西方的 以前所有的军队标准 都是追赶 现在直接提出 我要成为一种 是吧 我要成为人家追赶的对象 这是同一集 非常不选择 然后 西方呢 都估计说 这个是什么 是那个 直到二零五零 我不更有自觉 心急的 他可能 这个目标是二零三五 第一集呢 离现在也就是十七年 是吧 因为因为 今年不是到年底的 我们可以说 明年算起的 明年不是一八年吧 那二零三五 不就十七年吧 所以我推草 就是未来军会的头目 会非常高 作为军民一来会手 才新 是吧 因为会不但有新的装备出来 而且没准啊 中间还不断的 会找人练练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十一月份大家应该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中国啊 现在组建了一支八千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嗯 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个新闻吧 这是一五年实际向联合国保证的 然后今年组建了 所以我估计我们以后 参与维和 参与维和可能会更积极 这个 军队 然后下面是一国两制国家统议啊 就是台港澳 台港澳这个地方呢 分开讲啊 港澳部分呢 其水里讲了 所以以后港澳的这里要加强国家关职 所以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在港澳问题上比较强 很多人呢 是特别关心 四九大报告第十一部分的最后自然端 六个任何 其实在这一部分最后 吭枪有力地讲了六个任何 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国土分裂出力 我们先就把台北巨啊 六个任何 气势宣昂 然后那个台湾媒体 叮得这个严重啊 这个呢 是重要的 但是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这个部分的第一次人端 第一次人端里面明确讲的 国家的完全土地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是吧 这是法理上明确地把台湾回归之后 和民族的夸空 是吧 这个重要 这个重要 我的理解呢 是这样的 就是 从十九大开始 咱们国家对台工作的重点 从防毒转向了出来 咱们很长一段时间 从九六年开始 九六年开始出现台的问题 九六年开始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就是防毒 这个地方有炎症的嘛 就是消炎道文 至于说病根儿以后再说 现在呢 继续防毒 但是开始同时强调 出口 对吧 这个很重要啊 防毒转向出口 那么 出口肯定就有措施 对不对 措施呢 看来还是卵硬 两手都用的 硬就是包括军事威慑 包括国际上的空间 和国际空间的压制 这是硬 卵呢 就是说习主席明确讲 以后要考虑给台湾的同胞 全面的活赢待遇 我相信待遇以后的不远 就是给他们罚身份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OK 那个 那么我还有一个体会 就是这样 就是截止到今天 习主席总的这个感觉 总的这个追求目标 现在呢 对台湾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台湾来谈 能够谈出一个很好的条件 比香港的待遇要好很多 嗯 但是呢 如果继续这么僵下去啊 最后 最后 对我们不是要出筒吗 人家光是防毒 现在有出筒 出筒以后 继续这样加下去 我们会加大出筒的措施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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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decision 英语 那 就看台湾的这个 报道 我个人听说以后 比如说 台湾的邦交谷 可能都给他拿掉了 但是台湾也二次了邦交谷嘛 估计 从现在就把他们都拿掉了 然后现在呢 对台湾的就是 会台政策 以前 马营有时候是给的 很多好处了 但是暂时就不给的了 然后不仅不给 还有制裁 孟姆要出统了,不能让你这么闲着了,所以军事威慑肯定会加强,以后台湾的东边天天会有船,没机,算了算了。 在这个情况之间,台湾人如果港上来谈其实挺好的,但如果他采取对抗托施,那就有冲突的风险,冲突的风险对台湾是很不一样的。 台湾人一定要知道,现在的冲突是绝对没有成算,必定失败,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性。 台湾问题上,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大陆在既可以解决台湾问题。 以前我们不能解决,主要还是没有办法,现在真是有办法。 所以,他的台湾同胞最好是老实清醒,赶起来,现在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如果这样对抗下去,对抗的话,他一旦启动,他是螺旋往上走的,最后就会成功。 冲突的结果就可能,台湾中国下场挺惨的。 冲突因为他必输,他们一点胜算都没有,肯定是输。 美国不会干预的。 在台湾现在的心理上,他们有两个心理,一个人还是觉得我们大陆问题头没有工夫整他, 第二个人还是觉得美国肯定会保护他。 你看,就我的研究,美国肯定不会保护他。 到今天就不会,以后会不会。 因为,因为,从不也不是现在, 但是,以后,从不发生的时候,美国肯定是那个, 在台湾发的电报,一定好自为之。 因为,台湾反正走到冲突。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现在,在北京的话,来到台湾朋友,尽量安排什么钱。 我这冲突的话,真是的。 冲突以后,就没有冲突两制了。 冲突以后,一定是军管了。 军管完了,一定是台湾省委直接抓地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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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什么英国来自。 OK,这个是英国来自。 结果就是什么外交。 外交呢,就是会更加的开头进去。 因为在外交上,是不是提了一个很大的目标? 购物件的内运的问题。 对不对? OK,这就是以后的政策走向。 下面呢,就讲讲国际形势。 我呢,是从战略机遇期的角度来谈的。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呢, 其实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另外呢,就总结了那个。 但是,中国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机遇。 中国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机遇。 这个判断是很重要的。 对中共来讲,如果说没有战略机遇了,那就要准备打仗了。 有战略机遇,大家可以安心的赚钱。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那,徐主席判断还是有重要的战略机遇。 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样的战略机遇。 那么,我自己讲一点体会。 咱们中国的战略机遇。 第一,就是中国目前自己的发展态势还是好的。 至少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的发展态势没有问题。 虽然就是劳动力的增长在减少, 但还是增长嘛。 劳动力还没有绝对的减少完。 对不对?还是在增长。 只不过没有以前增长得快。 比如说,一年新增劳动力一千万, 现在新增劳动力四百万。 对吧?它是这么一个区别。 但是,绝对量还是在增长的。 另外,存量还很大。 而且,大家大部分都从穷日子过来,淡尽十足。 不像那个欧洲的小亲戚说, 啊,赚钱没有意思了。 已经想着失和远方了。 欧洲很多白种都是这样的, 已经就生活有点无聊了, 想着失和远方去了。 中国什么失和远方, 就只看明天赚多少钱。 中国人现在还是很实惠的。 我们的信仰还是那个, money,money,go my home。 所以,第一,就是我们那个叫什么, 劳动力还是绝对量的增长。 尽管增长率减少了,但是, 当我存量了,我们干净十足。 对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中国的,在大国里面, 可能的增长率还是好, 非常好。 就未来十年吧, 不是叫多年, 就是一傻子管中国经济, 每年五六的增长还是有的。 这就是中国的质气。 你看日本就没有这个了。 日本现在的领导人叫安倍晋三, 安倍其实我挺对付他, 安倍挺爱国的, 全身心头发不动。 我们网民笑话, 说他只是接待那个特朗普, 给他打那个什么, 摆脚。 我见那个普京, 他一路小跑, 很灿昧的笑。 那个, 我们看到, 就是曹耀山,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他是为了国家力量, 不惜个人荣誉。 非常优秀。 一个姿态,很敬业。 他今天还是抓经济, 所以有一个安倍经济学, 他用财政, 金融, 汇率各种手段, 刺激经济, 还是有成功。 去年日本经济正增长, 1.4, 好多年停滞, 去年有正增长, 不容易啊。 但是你可以反过来想想, 两国国运的不同。 中国总理要是把经济, GDP搞得1.4的这样, 他今天也下来了。 而且日本搞得1.4的高兴长。 就是因为他, 其实跟个人没有他的关系, 他是十也、四也, 知道吧? 日本就是绝对到了帅路底了, 没办法。 中国还是在上升的时期。 至少十年之内, 我觉得没有问题。 五六的增长肯定是靠底的。 当然十年以后, 十年到二十年, 肯定就会迅速的下降。 可能增长就降到三那, 是啊。 然后二十年以后, 就这么麻烦了。 二十年以后, 可能就是长期停滞, 有一夜的增长就很开心了。 二十年以后, 还就是人口决定。 对吧? 二十年以后, 你们都当局长了。 然后就是工作最累。 你上面哪怕, 他都还在。 我们这些都是属于老牧师的那边。 小牧师, 好几个老人, 小牧师跑了, 老人在又吹你们, 都在老子吃台子, 吃了几个。 下面一吹, 上面一吹, 累死了。 这大概是二十年以后, 这个社会工作阶层啊, 很累了。 也没有剩一个价值。 但是现在还行。 至少这十年, 我觉得还行。 所以这十年, 中国要好好地经营吧, 可以有点滑下去。 OK, 这是中国战略机遇的第一点, 就是相对于其他大国, 我们现在的态势是好的。 第二呢, 西方内部啊, 现在问题比较多。 他就想折磨我们啊, 也是有些毅力。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新的一个思考。 这个思考, 这个, 这个, 不太成熟, 但是来, 我跟他分享一下。 这可是当今世界呢, 其实是五个人群构成的。 他那世界七十四亿了, 大概是五个人群构成的。 第一个, 最大的人群, 最厉害的, 就是, the West, 西方。 这个里面呢, 西方又分三个部分, 一个叫核心西方。 核心西方啊, 这个, 就是欧洲和美国。 欧洲主要是西欧, 西欧和北美, 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三年, 美国加拿大三年五亿人吧, 那个, 然后那个, 欧宏啊这边呢, 差不多小六亿人吧, 九亿多人。 这是现代化的发源地, 也是世界上啊, 各种规则的制定者, 新技术的拥有者, 军事力量也最厉害。 这是最厉害的啊, 叫核心西方, 九亿多人。 还有一个呢, 叫东部西方。 它地理上的东边, 但是它的体制, 价值观啊, 战略, 完全跟西方一致, 叫东部西方。 这就是日本社小农, 还有澳洲, 澳大利亚, 西西兰。 还有几个这个, 这个东盟当中, 极其清美的国家。 这叫东部西方, 这三亿多人大。 然后在所有其他国家里面, 包括我们中国, 都有一个边缘西方。 就是它观念上属于西方的, 还有利益上属于西方的。 西方的各国都有。 这就是当今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叫西方的大人。 人数也最多, 将近三十亿人, 能力量都可以打。 这是一个人群。 第二个人群呢, 就是穆斯林。 十六亿人。 这个, 穆斯林总体来讲呢, 在处境的待会儿。 但是穆斯林有一大优势, 就是生育力特别棒。 看他都往是战场上打给你, 床上打给你。 这是第二个人群。 这个人群呢, 他在那个西方, 他不服西方。 这个, 因为是这样的, 中国地区原来的帝国, 阿拉伯人, 后来的突厥人, 他们跟西方交互一千年的时候, 他们还剩多不少。 这是跟中国不一样的事情。 中国古代就不认识西方。 知道吧? 近战风一下被人家打工了, 其中对西方有点那种内在的重庆感。 我去了阿拉伯好几个国家, 他们的心理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说你看那个, 我那个占领那个, 就是原来阿拉伯帝国占领南欧, 西班牙, 西班牙不是八百多年吗? 对不对? 然后我奥斯坛占领那个, 叫巴尔干嘛, 东南欧那边占领了快五百年了。 他们呢, 甚多不少。 所以他们对西方还内心挺有优越感。 因为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是很虔诚的学习。 他觉得现在已经打败我这个短暂的历史的一个错误。 这个以后会纠正过来。 所以那十六亿人心里跟我们不太一样。 中国人很崇拜那个美国的家族班, 叫普世家族。 十六亿人说, 你那个怎么独立普世家族? 这是哈佛大学的傻学者编出来的。 我这个哈佛德讲了, 那才是普世家族。 所以西方普世家族忽悠过了。 相反,你看, ISIS在那个网站上, 是把很多西方的年轻人给弄过去了。 好几万人, 这个弄得美国人封网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人群。 第三个人群叫赵宏泰。 现在实际上是两个人群。 一个是东欧, 一个是拉美。 这个呢, 差不多是小十亿人吧。 倒一点。 拉美呢, 又一多。 东欧这边两亿多吧。 拉美多算一点, 七亿人。 他们大概八九亿人。 我把他们招网拜。 这两个人很有意思啊, 他们在血缘上跟西方是有关系的。 东欧斯拉夫人其实都是白种的。 但是他中世纪的时候又被蒙古人的殖民。 蒙古在统治俄国的时候实行了极其残酷的首业拳制。 在西方人眼里呢, 俄国人就是杂种。 你们身上都流着蒙古人的血。 他不认你是纯种西方人。 这是俄国人的悲剧。 很多人说, 认西方热爱欧洲, 想进入。 但是欧洲人说, 你跟我不一样。 那不要。 拉美是这样的。 拉美实际上是欧洲人过去知名其他文化。 以欧洲文化为主。 在家当局的印象, 我告诉他们。 他们说, 我给你一家了呀。 我说, 走走走走。 我回去了。 这两个老公啊, 很悲剧。 他们内心特别热爱西方, 但西方内心真的看不起他们。 不让他们募气到大家。 所以这两个老公一样的德行, 就是跟西方闹。 因为老民起关注, 最后把他叫造反派。 这是第三个人群。 第四个人群, 就是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叫逍遥派。 这是十几亿人。 所以说, 我管你哪个扶持家族, 老子就管自己赚钱。 最后一个人群的, 有几亿人, 他比较惨的, 就是被世界遗忘的部分。 大概, 差不多小二十个国家, 都叫失败国家。 他们像那个苏玛里。 苏玛里, 两千多万人, 现在这个国家所有的产业没有了。 只有一个产业, 就是职业化的海盗。 倒水吃水, 职业化的海盗。 还有海地。 海地其实离美国很近的, 是加勒比国家, 在佛罗里达不远的。 但是美国是绝对忽视他们。 美国都懒得去打他们。 知道吧? 这个国家, 除了人什么都没有。 你不能一打残上。 我说过美国人, 他那个, 不是一个战族什么, 去墨西哥打人家。 跟墨西哥打人家, 怎么不去打开去, 是不能去。 这个美地国家, 除了人什么都没有。 打完就是赔本。 一打, 我们美国体验人家嘛, 你还得负责给你战户恢复。 然后那块家伙本来是, 身无寸嘛。 然后我告诉美国人, 说你把我帮子打了。 你把我帮子打了。 我怕了, 不行了。 自然有那么几亿人, 就处在这个状态。 这个, 这是世界上五大人群吧? 西方, 穆斯林, 赵瓦泰, 中国, 和被遗忘的世界。 很大块啊。 其中, 我刚才讲的, 最厉害的地方是, 将近三十亿人, 把我全力去, 支援。 中国现在啊, 崛起, 其实是第一对手。 这个, 不是我们想主动挑战的, 而是我们发展本身呢, 才在那个, 就是跟西方式抢户。 所以, 天然。 但是呢, 我刚才讲, 西方不是三部分吗? 核心西方, 公共西方, 和平院西方, 对不对? 最重要是核心西方。 核心西方当中, 最重要是美国嘛。 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国啊, 实际上是有个幸福的。 它就想整我们, 也很难。 因为, 现在美国呢, 有好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 美国自己啊, 上层政治, 现在是相聚。 这个, 去年美国老百姓, 选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人, 是吧? 又没有政治经验, 又没有政治能耐。 然后呢, 就, 稀里糊涂就到黄正东去了, 到白宫了, 对吧? 入入白宫。 然后现在啊, 这执政十个半夜吧, 这个就, 让美国政治陷入了混乱。 混乱的结果就是, 政治处在某种僵局状态。 这个老公在竞选期间, 被党内的同僚, 还有反对党的打网络之队。 然后, 他就一路骂过来了。 然后呢, 反对党和现在执政党关系特别糟糕。 另外, 他把媒体撤离, 这是美国理想非常好见的特别。 美国媒体后面有强大的资本, 然后美国宪法又给媒体自由度特别大。 因为美国媒体是很厉害的, 一般都怕, 老川普不怕。 这个老公把情报部门给了。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他就觉得去年竞选的时候, CIA、FBI都是帮希拉营的。 然后这个老公是牙齿比堡的, 他不是传统政治家。 传统政治家都不会装的。 他心里不高线, 他流淌不出来了。 传统政治家都像中国老, 老老老的政客讲的, 要起行不入于设。 传统政治家, 你不知道他生气没有了。 其实生气了, 你不知道, 得个机会来整你啊。 老川普不是, 他是商人, 他牙齿不必报。 他性情动人。 上来就报复秦宝座, 把那个FBI、CIA, 预算都卡了30%。 然后把上情全给换。 就是换那个FBI的头叫, 张姆斯科米是很羞辱人的。 5月12号, 张姆斯科米在洛杉矶市民大会讲话。 上去的时候, 市长接到, 他是FBI的总局局长, 对吧。 讲了一半, 每个人的手机得到的短信, 就总统把他给解释了。 哈哈哈哈。 他真是下调牌啊。 这个很羞辱啊。 这个。 另外呢, 老川普呢, 还把很多其他的利益其他得罪了。 老川普把这一群人叫做Globalists, 就是叫全球主义者。 包括华尔街, 包括硅谷的高科技精英。 包括的话, 那个Hollywood, 就是Hollywood, 就是Hollywood。 这个他说, 把全球主义者把世界赚钱。 先逼着美国自己开放。 所以, 只有你开放人家才开放啊。 开放人家就让中国赚我们的钱,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们呢, 就在马来西亚赚钱。 赚的钱呢, 又不叫国家, 又不叫老百姓, 自己给你了。 你们发来的时候, 社会矛盾, 由我来处理。 其实就骂了三国人。 但是, 他得罪了这帮政治大佬, 反对党媒体, 情报口, 华尔街, 老莱坞, 那个, 那个, 规復金, 都不是善主办。 嗯, 他们现在团结起来, 绑过来整他, 这个他也非常难受啊。 他执政十个半员啊, 很多政策, 在公会, 不过。 然后, 关键是, 人员啊, 现在这个政府官员到不了位。 他执政这么久了啊, 他的政府级官员还有15%没有到位, 副部级35%没有到位, 政局级干部啊, 75%没有到位。 所以他现在手下没人, 这帮局长, 因为以后工作就知道, 局长是最累, 最关键的。 部长主要是, 要跟隐, 就跟准了, 就当部长。 部长主要是, 局长是干出来了啊, 局长是最累。 结果局长那种75%都不是他的, 都是前朝流下来, 根本不听他的。 他为什么, 推特治国啊? 讲话没人听的啊。 推特其实就是大字幕之道。 他用飞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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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用飞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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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前我看他晚上三点了, 他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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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就是他们国内的情况啊, 他那位格罪的人, 那帮老兄也不航火啊, 往外来整他, 那点挺难受的。 然后呢, 那帮老兄孩子现在在搞一个事儿, 发一个事儿叫通俄门。 嗯。 嗯。 因为美国的情报部门, 现在已经是, 不同的情报部门, 一致的其他人去那种大选当中啊, 多时是干预了美国大选。 美国情报部门在十一个关键中, 就因为美国大部分周啊, 三十九个周, 即使是那个一党周, 这个周规民主党, 这个规共互党是很明确的。 瞎竞选也没用了啊, 但是有十一个摇摆州, 这是决定那个选举结果的。 然后恰恰在十一个关键的摇摆州啊, 他们, 美国情报部发现了俄罗斯黑客的痕迹。 对。 所以他们相信已经是干预了美国大选。 这个事儿呢, 对美国来说非常非常严峻的。 因为美国是标准的宪政民主国家, 而宪政民主实践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国家? 就是定期选举。 通过定期选举当中的多数票, 找到真实名义。 根据真实名义, 来选择领导人和相应的新政策。 对吧? 所以整个现代民主游戏它的关键, 就是那个定期选举的多数票一定要是真实。 对吧? 现在一切合法性都有了。 现在普京这一插手, 这个票就不真实了。 是不是? 就麻烦了。 因为那十亿个州, 普京没有投票, 但是普京帮你寄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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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个运作是要靠这个真实性嘛, 而且恰恰在这个关键的真实性上, 不问你了。 所以美国对这个事儿活动不得了, 知道吗? 美国人对这个事儿看得很严重很严重了。 然后呢, 现在好多人就想把这个, 普京这个行为跟特朗普串起来。 想找到双铺勾结的那个。 哈哈哈哈哈哈。 但我估计呢, 应该是没有双铺。 因为那个, 也同样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信息。 就是俄罗斯黑客的动作啊, 基本上目标很清楚是对着这个希拉丽和林顿女士。 15年4月希拉丽宣布参选, 俄罗斯黑客就开始动手。 不断的跑到他的邮箱啊, 去看东西。 哈哈哈哈。 给这个危机解密。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普京目标大概是很清楚, 就是说, 谁上的我不管, 但是这个老派他不得上的。 哈哈哈哈。 他极其讨厌那个希拉丽。 而川普呢, 就是, 就是, 他过来宣布参选不过, 川普是16年吧, 才宣布。 所以, 就是说, 普京给希拉丽捣乱是15年, 那个时候还没川普呢, 川普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 所以我估计, 就是, 就是, 那时候, 普京呢, 就是, 普京跟那个人打那个, 就是, 找我普京, 不是, 不是, 特朗普跟那个希拉丽打, 然后, 普京在那边不断扯, 希拉丽后腿。 你看这个, 就是, 就是, 这时候, 我的东西都在那边不断扯。 他说, 这时候, 这个, 松阳门, 我也不知道走向何方的,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 現在美國啊,政治證據很多啊,在某種僵局中,很多時候幫助。 另外呢,美國更大的問題是社會矛盾。現在美國社會很深刻。 我覺得現在美國社會的矛盾呢,跟六十年代比沒有那麼尖銳,但是更深刻。 六十年代比說美國有黑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校園暖戰運動。 但那個時候所有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維護美國傳統的,他們很珍惜的那些家族。 黑人啊,跟美國人鬧出這樣,他說我熱愛美國,他希望美國啊,給我同等待遇。 婦女也是這樣,我熱愛美國,希望美國就是男女平權。 校園反戰運動也是這樣,他說我從以熱愛美國的角度考慮,我要把美軍撤過來, 美國老跑到一萬公里以外去打越南,那算什麼事啊? 他們都是熱愛美國的,知道嗎?而且熱愛的是同意的美國。 今天麻煩了哈,今天美國社會是分裂得很深刻。 他們是熱愛的不同的美國。 美國現在五大矛盾,第一個是上下矛盾。 一般的老百姓現在啊,覺得自己的事務所應該提高,財富都被華爾街打謊了。 現在有上下矛盾,也就是傳統教育所講的經濟高度。 還有就是左右矛盾。 你看,12月1號,參議院投票通過了稅改法案,給婦人減稅。 然後你就看那個,英主黨那個郭尼·桑德斯,說這是美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節負,節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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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不對? 那個,是江州遲路的一天啊。 那個氣喘的歷史一天。 那可是白頭那天花天喜地啊。 所以左右矛盾了那一天。 還有現在的種族矛盾也起來了。 就是現在以前美國種族矛盾是很尖銳的。 主要表現為白人欺負黑人。 後來呢,通過民權運動,這個矛盾有所緩解。 但是現在有新問題了。 就是相當多的白人下層啊,就覺得呢,政府政策一直找不到那個少數民主。 歧視了我,這是我貧困的人員。 所以白人的下層現在開始不滿。 開始出來鬧事。 那麽他們也是支持川普選。 去年他們支持川普選。 所以他們四季大陣。 所以現在美國國內啊,白人至上層。 這個市場起來。 那麽導致多元明,就是那個叫, 多元文化主義者現在開始反抗。 然後就開始鬧事。 那麽把七月十二號,幾乎兩千多白人至上層。 跑到那個佛羅里達州的州府, 下落的周圍爾。 敲了周圍爾。 那麽大學所在地。 結果呢,全國兩萬多反種族主義者跑過去了。 結果是不是死人了? 死了三個人,傷了幾十個人。 所以美國總共懷得起來。 另外就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现在矛盾很厉害 虚拟经济代表华尔街,实体经济代表是俄州的石油利益 现在打得很厉害 另外就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川普本人就是民族主义者 经济民族主义,他整个竞选的口号叫American first,美国第一 当了总统以后,巴总统令,要求美国的商业界买美国库,雇美国人 还专门让他的商务部搞了一个叫美国产品展览 这在今年八月份,当然美国人很尴尬,所以美国没什么产品 总之他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然后他就跟华尔街代表了全球主义戏来闹了产品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情况,有个大矛盾 这个矛盾不尖锐,但是非常深刻 如果这个矛盾不能解决,任其泛滥,最后美国没水,主流社会会消失 而没有没水,没有主流社会,多党民族质量一定是下降的 多党民族有个前提,就是社会的主流很坚固 然后大家利益不同在分成党派 因为它主流社会很坚固啊,大的框架移植啊,然后上面的小利益分配不同 然后上面的小利益分配不同,行政的党还会坐而不扩的 那如果美是对美了,这个民主就是第三世界民主 还搞选举,但是每一次选举之后结果就打仗了 因为都不认,都说对方鼓弊,对不对,不认这个结果啊 OK,这就是美国的情况啊,现在上层政治很混乱 然后社会矛盾很接累,另外国际上还是不大很重 它毕竟是一把手,卷入的矛盾多,它跟俄罗斯有矛盾 跟拉美左翼有矛盾,然后跟那个中东现在矛盾一面 昨天他宣布把那个业主商场认为那个叫以色列手 这个以后会引起反弹的 这个,所以怎么说呢 一个结论吧,就是西方是我们主要对手 西方的领袖是美国的吧,但是美国的状况 决定了,它就是想成我们,也是一个天地 这就是咱们的第二个战略机遇 第三个战略机遇就是,未来十年 世界上最可能出色的地区还不是我们东亚 而是中东和中国国 中东以后会很麻烦 因为中东现在啊,老矛盾没走啊,新矛盾来了 而在以后,中东地区的老矛盾一直叫巴尼矛盾 现在这个矛盾没有解决,对吧,还在 但是现在新的矛盾是什么啊 是穆斯林内国的真理 就是逊尼派实业干矛盾 具体讲就是伊朗和沙洞的矛盾 这个,这一对矛盾可比那个巴尼矛盾还要学习 巴尼矛盾无非就是以色列建国开始了 对吧,七十多年 可是这个逊尼实业矛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七世纪末,穆罕默德的唐帝尖余西 是吧,阿里被打死了,然后就分成两派 七世纪末打到二十一世纪出了 一千三百多年啊,许里心得很啊,现在又来了 一来就是,就死人了 这就是上个礼拜那个,你们前总统沙利赫给打死了 是吧,这就属于他们那个失控了 这个,很血腥的啊,对我推算咕噜以后挺麻烦的 非常确信,那么除了老矛盾巴尼、新矛盾伊朗、沙特啊 或者是叙利事业,还有一个天乱的 托尔德人要独立,对不对 现在叙利亚、托尔德、伊拉克、托尔德都要独立吧 然后呢,托尔齐动向不明 托尔齐曾经是中东地区最现代化的国家 或者全世界乌斯林国家当中最现代化的国家 但是现在的托尔齐要往回头,往中教国家走 总之中东以后我挺不看好,以后矛盾挺大的 这当然对中国也有一些麻烦 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啊,得烙开中东走 一带一路原来啊,都是要通过,无论是海上还是路上 都要和中国通过走,看以后那个架势也得,是限度设计啊 人家也得烙开这个中国走 海上来就是大概从东南亚 南亚就直接到东非去算 然后那个路上来,可能是中亚 中国俄罗斯直接去到巴尔,就是波罗丁海区 大概得到中间有一块得放弃 另外就是东部欧洲以后是很麻烦的,因为那个 美国和欧洲讲了,说俄罗斯要跟我好,必须把乌克兰还给,把克里比亚还给乌克兰 俄罗斯说这个,我绝对不够团 所以这个矛盾会存在 所以这两个地区,中东和东部欧洲 我相信未来四年啊,它的那个热度啊,就比我们不敢去高 这对中国也是个基础,最后就是全球问题 什么叫全球问题呢?就是跨国界的问题 跨国界的这个全球问题未来啊,新老病存 是会更严重的,老问题 比如说人口膨胀,贫困,水资源短缺,粮食短缺 然后这个跨国界犯罪,这些东西吧,不在 然后有新问题,新问题啊,现在第一个就是气候变化加速 那今天我看联合国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就是在加速 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异常的天气啊,现在的频率增加 像美国啊,美国今年所有南部州都遭过大选 光是修士顿一个市,今年水淹之后的损失就是1800亿美元 然后西部大汉,导致加州啊,这个大火 而且,大火好不能撲灭,我这两天又又起来了 我一个微信群是我们同伴同学的 我们有两个同学住在那个火堆这里 知道吗?房子看来是保不住了,人没事,房子保不住了 报伤啊,因为他去的美国多少年了? 80年代去30年代,也就是挣了一套房站 房站没了 保险他能买一部,不能全部 地区的气候变化 这玩意是影响所有人的 还有呢,网络 网络带来了很多便利 但是也带来了麻烦 比如说,网络诈骗 黄色图片的传播 特别是西方羽帮神秘密 喜欢儿童的吧 这种问题啊 然后,当然,在每个角度来讲 网络已经一大部分 破坏于中国 中国在网上偷上一家东西 他本来宝贝就不多了 中国,哇,效率还挺高 当然,中国是坚决好的 我们认为这是照料 但是从美国来讲 这是网络破坏的经验 中国现在生产能力极强 技术消化能力极强 普遍的技术没有 我们就买它 不给,不给 我就不客气了 这网络的这个建立 有人在美国来讲 这是什么问题啊 美国每次都在两个元首会 都会谈那个网络问题 另外就是 最新出现的就是说 是被认为干预了美国和欧洲的 这对人家有的是挺大影响的 所以网络呢 是有问题的啊 另外呢,全球问题还有最新的变化就是 这个极端分子在各种教派里面 比例都在上升 坦率来讲 在牧师的地方 目前的极端主义的比例是上升 虽然绝大部分的牧师有多数 我们知道啊 但是 极端分子的比例 原来比如说 顶多是二 现在可能到了八、九十 对不对 这个比例是很高 然后在基督教社会 极端分子也在增加 4月1号 在国庆那一天 美国那个 当时维加斯 2万人参加音乐会 我们来的一个64岁的神明老婆 万开枪啊 当场打伤59个 打伤564个 伤亡总数超过600 这也是基督徒啊 11月5号 特朗普总统报答宫军的那一刻 美国德克萨州一个小镇 发生屠杀 一个特朗普的特朗普的特朗普的特朗普 杀大 26人 这也是标准的基督徒 现在犹太教 是劝说 特朗普 承认耶路撒冷的 内塔尼亚普 他就是犹太教的基督徒 以及印度教 这个领袖 印度总理 穆迪当总理之前曾经掌管南部一个邦,穆迪拉德邦13年。 在那个期间,他为了维持他的强势政治地位,就煽动印度教民族, 以至于一帮印度教徒就去抵抗人家穆斯林圣地, 让穆斯林抵抗他们的法图上。 他曾经发生过一个普吉拉特惨案,一个礼拜杀了一万多亡人。 所以穆迪本人曾经被西方媒体叫做普吉拉特邦扑夫, 美国长达十年是不给他签证的。 但是这个老兄借印度教民族主义,获得了巨大的民意名望。 当总理的孩子,西方还承认他们。 印度教,犹太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有其他法权士。 现在在缅甸,佛教徒跟罗辛亚人扫充民族是不是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冲突当中也很惨大,整村整村的扫充。 然后现在冲突免见实际领导人昂山寿租无法控制住民。 西方现在还是麻烦。 原来西方给他罗贝尔和你讲,说他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 现在说他是最丑的女性。 感情与变化,让那个长相都变了。 其他还长得一样。 现在要说思考中国还就是不太极端了。 因为我们也不信什么叫,我们就信败物教。 因为我还好。 OK,这就是世界的基本情况。 全球问题很严重,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这个呢,对这就是个机会。 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再不喜欢我们吧, 看到那个人肉炸弹过来了,他在往我们那里跑。 对不对?我们至少不杀人了,我们就是多到那一点钱了。 所以这个,这就是机会。 这就是我理解的战略机遇。 中国,至少这个阶段,未来十年还可以。 美国自己有钱质,然后中东突破, 然后全球问题都逼着。 加出来就是战略机遇。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对待战略机遇,习主席的态度比以前领导人更积极。 以前领导人呢,就是要求我们抓机遇。 但习主席要求我们塑造机遇。 是不是? 它那个主观能动性的要求就更高一些。 好,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咱们中国国际地位啊, 上升,以及上升的原因,就是中国外交的变化。 这个,中国外交过去五年发生了很多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呢,就是世界整体形式搅拌,而我们是搅稳。 第二,在大国里面我们的力量增长相对较快。 我们的博弈地位呢,有所增强。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外交转变的养大前提吧。 在混乱中我们的脚稳。 在大国中我们的力量增长较快。 这是我们力量增长的本钱。 好,下面就是具体分析。 哪些东西变了。 过去五年,我们中国第一个变的就是我们来制造思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外交啊, 这个制造思想一直是正养的时间,叫做曹光洋会。 那个附带讲,曹光洋会呢,翻译成英文翻的非常不好。 是美国人翻的,美国人很快,把曹光洋会翻译成了 Header Capability and Buy Your Time。 翻译成中文叫做隐蔽力量人待时机。 这其实是什么? 这是过心长达,对不对? 不对的啊。 其实小平的曹光洋会是很丰富的事情。 我理解小平的曹光洋会是四点。 第一,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 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永远是国内问题。 国内问题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处。 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这是第一点。 第二,去意识形态法。 不要被那个傻学者编造的各种意识形态原则绑架了。 牺牲你的利益。 第三,在国际上呢,不要去猖和那些矛盾。 因为那些矛盾的来源很复杂。 你也搞不清楚的。 是非那个,说不好的。 别猖和啊。 第四,最重要的。 你不猖和矛盾。 矛盾有时候会找你的。 就是矛盾找了你, 中国也要非常有克制的使用力。 这就是曹光洋会。 那么,我认为历史功勋啊,熟住。 过去三十多年呢, 中国改革是很顺利的。 总体是很顺利的。 但是,掏费通过。 掏费使得我们有了良好的外国环境。 掏费的历史功勞一定要肯定的。 但是,掏费是有点代价的。 但是,有时候碰的时候就比较窝了。 有时候要受点气。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网民都是在网上编段子统治中国政府的。 比较标准的段子说的是, 美国人实际上最爽,老是想打谁打谁。 德国人还错过,谁打我我打谁。 乌人最惨,谁打我我罵谁。 这就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韬光洋晨。 有战略收获,有战术代价。 那么,习主义之争以来呢, 咱们韬光洋会的战略就变成了。 习主义指导思想从韬光洋会转向了游所作为。 而且,汉用的指导思想从韬光洋会转向了游所作为, 叫奋法有为。 知道事情变成了。 这一变一串新东西就出来了。 首先就是崭新的定位,新定位。 原来中国的自我定位, 中国是一个处在东亚地区的地区大国。 现在,习主习提出来, 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那么这个提法后面的含义就是新地位, 就是中国要成为世界级大国。 就跟美国一样,世界级大。 这是新定位吧, 从地区大国变世界级大国,对不对? 然后风格就变了。 以前中国外交的风格都是反应生外交。 它的表现都是世界上出了事儿, 都是请美国人来提参与我们来反应。 现在就不是了啊。 现在我们外交叫做提前进去的外交。 世界上有任何问题, 中国都首先、率先发生。 我们来提参与。 逼着美国人反应。 我们讲提参与进去, 所以美国人很不高兴。 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一个低眉顺眼的中国。 像中国突然变得那么提参与, 他还不习惯。 所以他把我们的提参与进去叫做什么? 叫咄咄逼人。 所以现在美国的战略界已经开始抱怨了。 说习主席啊, 在说服美国方面还没有成功。 再把美国人搞糊涂方面已经成功了。 OK,这是新风格。 下面是七里面。 习主席在过去五年内政外交都有很多。 国队、内部啊, 四个前面。 四个自信。 四个伟大。 五大发展理念。 很多啊。 国际上呢, 也有不少。 国内更多一些。 国际上也有不少。 国际上呢, 很多心理念呢, 我把它大致归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啊, 是面向全人类。 这有四个概念。 一个就叫人类命运共产。 还有一个叫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还有一个叫开放新世界经济。 第四个叫全球伙伴网络。 这是面向全球的。 然后下面就是针对具体问题的。 比如说针对周边国家, 其实也要求我们来清澄贵荣。 针对穷国家, 发展国家, 其实也要求我们来有正确的毅力观。 就是, 我们要去那个穷国家做贸易赚钱。 但是我们赚钱的同时, 要教会他们也学会自己赚钱。 另外对亚洲安全, 他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 新的海洋观, 还有总体安全观等等等等。 其中, 针对中美关系来, 他专门提了一个东西叫新型大陆关系。 现在处在一个矛盾里面, 就是美国是公认着首成大国。 他们中国现在是公认着新型大国。 而这一个关系, 首成大国, 新型大国是天然的冤家。 首成大国就觉得你新型大国不管做什么都是挖我的墙药。 是不是? 新型大国成长很快, 我觉得首成大国在那里阻挡我。 所以这对矛盾是天真的冤家。 从古到今, 都是冤家。 最早发现这一对矛盾, 首成大国新型大国必有一战的矛盾是希腊历史学家叫修西底德。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这个新型大国和首成大国的矛盾叫修西底德限制。 中美实际上现在就在这个限制里面。 美国是公认的唯一超级大国, 世界一把丑国。 中国很长时间装的, 我们说我们不行, 然后呢, 在国际上可以倡议啊, 在亚洲我们一定拉印度, 在全球呢, 一定拉那个金砖国家。 我们会把南非呀, 巴西带在一块儿做。 但是现在没有用。 2003年美国高盛银行啊, 高盛银行的那个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利尔提了那个, 叫叫叫叫金砖这个概念, 是吧? BRIX, 金砖这个概念。 到了15年前年呢, 这个鸡毛脸出来说了, 说我看错了。 金砖里面只有一块金子, 那就是中国的, 其他就是砖了。 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像这样。 之前我在华盛银开一个会, 然后那个, 这个, 我还是说, 他还是就是唐18个人来做的, 我说我们中国还有一部分, 其实是一样, 美国还坚持一部分, 考完安分。 结果呢, 很多美国学者都不同意。 他说秦亭, 你都是外交语言, 不是学者, 骗我们嘛。 没意思嘛。 学者嘛, 像真话,打官箱子费啊,你能想一下一个大象躲在兔子里的活动吗? 连人们小躲在兔子里面,我也看不见了,这就找那么大人,要套什么套啊?都看见了。 OK,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我们中美之间在新兴大国所成的矛盾里面,历史上这个矛盾呢,无几个人是王老师的出张。 但是今天中美是不能打到的,对吧?因为我们力量太强了。 美国的战略武器可以把人类摧毁20遍,中国大概可以把人类摧毁5遍的问题。 其实一遍就够了。 所以中美真是不能打,一打呀,必须上人美了。 这是我们的历史宿命嘛,我们的历史责任,一定要避免中美军事。 好,那我习主席针对这个就向美国提出了新兴大国。 时间是13年6月。 他作为总书记,第一次访美。 在加州Sunnyland Park,加州阳光公园,跟奥马公园爬了70小时。 然后这个新兴大国提出来了著名的中美共建。 怎么见? 就是有三个原则。 相互尊重,合作共产。 美国人不反对,但也不接受。 他没法反对。 因为中国说我要给你努力避免历史悲剧,拯救人类。 他没法反对。 但是他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 第一是形式不接受。 一向都是老子皮倡议。 一上语,我去。 不知道谁是一把手吧。 就是换了。 第二就是内容。 第一点他完全接受。 他说我们中国要向他相互尊重。 他说中国要向他平等待遇。 这个他不干的。 他的心里是,我是三十年老书记啊, 你是上礼拜刚登顿的副书记。 另外呢,合作共产。 他说你老玩,说双赢双赢。 但是过去四十几年跟你们打交道啊, 发现中国人才聪明。 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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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就是那个,就是很具体的一个案例啊。 就是针对中美关系, 我们说共产党的问题。 管它是什么名买。 然后我们在道理上, 打得跟下手机。 对吧。 还有很多种心理念, 我没时间讲了啊。 这个,大家大致就知道就行了。 我们心理念有第一个层次的, 人类民意攻击。 第二个层次针对剧警攻击的, 新鲜大国关系。 下面就是新战略。 新战略是, 标本是什么? 一带一路。 是吧。 这是近代第一个, 以西方国家为主, 以非西方国家为主搞的一个跨州战略吧。 再一个新方式吧。 第五个新方式是什么呢? 第五个新的就是新方式啊。 我们外交啊, 现在是两个套对手。 一方面呢, 就是在美国领导的体系内, 积极的发生。 比如说联合国, 在WTO, 在世界银行, 在IMF, 现在中国是不是在里面的捐款都增加了? 然后, 因此投票权都上升了吧? 然后人民币就成了那个IMF的基础货币了吧? 是吧? 这是一块啊。 就是在现有的体系里面, 这个增加发生权。 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体系以外, 它是搞中国自己的体系。 它的最典型的标本就是AIIB, 亚洲基础设施投入银行。 另外还有金钻银行, 还有湄公河开发, 还有那个亚性贵义, 就是亚洲安全相似性的与协助贵义。 这本来是哈萨克斯兰提议的一个概念。 但是它提完以后, 没有大国重视就不重要。 中国把它接手了, 就重要了。 这就是新方式。 双轨制, 又在美国体系内发言, 又在美国体系外。 另外就是新实践。 新实践呢, 有很多以我为主塑造大国关系, 塑造周边关系, 塑造有发生的国家关系。 最重要的新实践就是中国开始参与全球政治。 这是最重要的。 时间点, 就是2015年, 926号, 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 所次系统的产出中国的全球政治观。 这就是咱们那个新实践吧。 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全球治理的新哲学。 中国呢, 虽然是2015年才开始参与全球治理。 经验比美欧要少, 但是中国是很优秀的。 我们两年呢, 就在全球治理上提出中国的不同的方案。 这个, 中国的全球治理跟美国比, 有四点不同。 第一, 就是中国所有的全球治理方案都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 而美国的全球治理方案肯定是以它的联合体系为中心的。 对不对? 从法理上讲, 我们更有代表结果。 我们以联合国为中心, 实际上是中国国在战国时代啊。 我们玩了一种, 就是叫邪天子。 你们都看过《三国演义》了吧? 《三国演义》一开始啊, 就是那个奴族啊, 带了西枪兵啊, 竞争场啊, 把那个小皇帝, 那个皇帝很小, 就是少年啊, 赶跑了, 对不对? 赶跑了以后, 各地诸侯啊, 涉与那个董族的威威, 那个威威, 威威威威吧, 都不敢去接价, 对不对? 这时候你就看到曹操厉害了啊, 他心意, 亲自带约党去接价, 把小皇帝啊, 量度都不得了是吧, 小皇帝就跟他到了许昌, 对不对? 到了许昌以后, 其他住户就后悔了。 因为这个曹孟德啊, 曹操啊, 基本上天天是这一小皇帝的名义, 给你们发龙头文件。 大家平常知道是曹操厉害的死亡, 上面这个张是真的, 不是什么厉害的, 是吧? 是要邪先自己的诸侯, 然后他把整个北方军法干掉了吧? 是吧? OK, 这就是咱们全球治理的第一招, 以联盟为重庭啊, 美国是以联盟为重庭。 第二呢, 咱们永远强调发展, 对吧? 而美国啊, 所有的, 它的要点是安全, 安全, 我们是发展的, 发展还是代表多数强国家的力量。 第三个呢, 就是美国这个体系还是有等级的, 美国在最高, 包括美国的盟友辞职, 然后就是像中国这种, 还有很多伙伴, 然后像中国这种对手, 然后敌人, 是吧? 它是有等级的。 那个, 中国呢, 是希望搞一个叫全球伙伴网络。 这个, 在这个体系里面呢, 大家大小不一, 利益不一, 这个人不一, 但是, 身份一样, 伙伴。 最后一个, 全球治理哲学呢, 我们跟美国的不同, 是我们坚持不干涉那种, 美国就干涉那种。 当然我们这个新的哲学呢, 刚刚提出来, 能不能以后真的有效实施,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总归呢, 在理论上讲, 全球治理有两个哲学, 比一个好啊。 那就比较有竞争。 最后我下一个提论, 就是由于啊, 中国的力量增长转快, 更由于18代以来, 习主席改变了政策。 中国开始敢用力量。 因此, 中国现在是国际和教教教会的第一变来。 一个国家, 要成为世界老大, 它有三个人。 第一,要有力量。 第二,要感用力量。 第三,要善意。 像俄罗斯有力量, 而且特别敢用。 但是德国人经常呢, 就是, 战术胜利, 战略损失。 近代史上啊, 达到我刚才讲三个之一。 有力量, 敢用力量, 善用力量, 主要是英国和美国。 咱们国家呢, 以前是攒力量, 到了西式开始用力量。 下面的任务就是善用力量。 要用好。 像我们这些智库, 现在就要起这个中国。 善用力量。 总之呢, 现在中国是, 这个国际科技变化第一变量了嘛。 因此了解中国的形式变化, 就是了解国际形式变化的环境。 那么, 十八大以来呢, 我们外交有很多变化, 我们上面梳理一下。 这些变化我个人认为, 就成了习主席啊,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当中的外交部分。 对吧? 然后将在十九大以后得到延续。 OK, 这就是, 这个, 呃, 我们, 过去几年, 最重要的, 我这个, 这个讲座的核心部分是, 外交的变化。 最后, 呃, 还有一点点时间啊, 我来总结一下, 咱们这个外交的挑战。 我们看一下, 就两个问题。 我先把今年的外交简单的梳理一下, 然后再列举。 今天呢, 咱们外交有两项任务。 一个是开好十九大, 一个是维护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两个任务都可以做完成。 对吧? 另外, 今年呢, 中国外交还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来就是, 放好两个机场外交。 五月份呢, 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 九月份呢, 新章峰会在夏美。 现在可以说, 两个中场都放好了。 还有呢, 今年第二个工作重点就是, 稳定好与美国俄国欧武三强的关系。 现在我们国关学界认为, 当今世界有全球影响的玩家, 英文叫player, 也就是中美俄欧之家。 中国以外有三强。 日本和印度目前都还不是全球玩家。 他们都自己以为是, 实际上是。 无所在。 然后呢, 应该这么说, 中国以外有三强嘛, 没有欧嘛。 那么, 这个, 我们外交一个基本功, 就是要维护好三强的关系。 那么, 今年呢, 这三强当中呢, 两强没问题的。 因为俄罗斯与西方整体关系不好嘛, 只能找我们抱团去了, 对不对? 所以中美关系是稳定的。 欧洲, 现在内部问题也很多, 反正跟中国也坏不到哪里去。 今年其实年初的时候, 唯一没有把握的就是中美关系。 因为你跟特朗普有关系, 突然来一个谁都不认识的美国中国, 他就带来了不确定。 而且去年竞选当中呢, 特朗普觉得我们太多是不好。 我们凤凰网有个统计啊, 去年竞选当中, 应该说可以。 接着到目前中美关系还是可以的。 这个, 我的结论就是, 今年, 两个主场上班的好了, 稳定三强就帮我们。 今年啊, 唯一一个还没有帮好, 而且也无法完成的就是应对路边球战。 不是说我们工作没这话, 是什么? 因为这个事态, 它还在加弹。 这个事态本身就不清楚。 今年咱们中国周边有三个新挑战出来了。 第一, 朝核问题计划到了临界点了。 这个朝核问题存在了25年的吧, 九万年它开始搞核武器吧, 国际社会反对, 然后就形成了朝核问题。 存在了25年, 但是现在计划的, 为什么计划呢? 首先呢, 还是朝鲜的技术, 突黑猛进的技术。 它的导弹计划, 核计划, 跳跃式的功能。 这两年搞了两次核实, 50次导弹实验。 从数据来看, 进步很快很快。 然后呢, 临近了美国的这个红线。 这个, 美国有一条红线, 就是说, 朝鲜呢, 不能拥有带核弹头的, 然后呢, 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桌子导弹。 现在, 基本上, 已经到这个线了。 比如说, 从桌子导弹角度来讲, 它那个导弹呢, 大概是能够得到美国了。 只不过现在, 它还不能把核武器放上去, 就核导结核还没有完成。 它就导弹本身, 它已经能够得到美国了。 所以, 它已经就到了美国的红线那里了。 美国是不能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的。 美国对朝鲜, 它关键的原因是这样, 就是美国对朝鲜的那个认知啊, 和session, 是很糟糕的。 在美国的眼里呢, 中国、俄国都有能力摧毁尔国, 但是美国人不害怕, 因为它知道中国、美国, 尤其是中国是很理智的。 知道吧? 也是国家带口的体面人家。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朝鲜的完全另外一个故事啊, 它这一纯流氓啊。 今天就是拿这个核武器下回, 因为日子就没法过了吧。 所以呢, 这个, 现在很危险啊, 美国就是要警局了。 目前那个美国的总统呢, 叫特朗普, 他正在用三步去解决。 第一步就是极限制压。 极限制压, 包括军事的威慑, 包括外交压力。 还有, 很关键的就是, 逼着中国往前出, 要中国制裁。 这是他正在做的。 同时呢, 还有第二步去, 就是美朝直接谈。 他们是在谈, 私下在谈。 第三个就是认真地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 三招。 那个, 我们中国也知道这个情况很紧的, 所以中国今年进行大谈的协调。 那么, 我现在看来, 超过问题的事件的话, 这个问题就是到了理解, 就是要到出结果的时候。 时间也就是去, 明年一年吧, 时间穿过就是明年一年。 要么就是美国, 就是承认超越优惠, 跟美国政治上部队, 要么就是华, 就是两个选择。 而且, 我最上的打了很紧的。 所以, 这个最上的中国外交明年是很大的。 我不是打最上的。 因为打呢, 第一, 就有可能打出河蟹洞。 河蟹洞, 咱们华北啊, 东北就没法出人了。 最怕的就是这个河蟹洞。 第二呢, 他打有可能出来, 就出过来几百万大名了。 还有呢, 就有可能出现什么呢? 美军和韩军。 美韩联军就到了加勒江了。 对不对? 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打呢, 朝鲜是一百五亿。 这个, 反正, 中国是其实挺把最大的。 因为我们是很认真在做这个外交协调。 但是, 我的推上啊, 中国的外交协调没什么用的。 是吧? 两边都不听我们的。 那个, 然后美国呢, 那边是三部曲啊, 西洋施压肯定没有。 然后, 谈来, 谈成可能性很低, 我觉得不到20%。 所以, 最后中国的可能性就发生。 所以, 中国做, 得做好准备。 所以, 我们外交协调没有。 所以, 我们不希望的事就发生了。 所以, 要在, 要准备好在战争的情况下进行。 但是, 这是一个大挑战啊, 到底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但是, 当然, 我相信习主席肯定是有办法的。 哈哈哈, 他肯定有办法保护中国利益。 主归就是, 出现的情况就是, 潮河问题接电话了。 是吧? 但是, 今年大概不会打。 要打是明年的时候, 真正的挑战加明年。 就, 矛盾计划到明年出结果。 第二个呢, 今年的外交挑战就是, 美国和日本今天开始大谈印太概念。 印太概念。 嗯。 原来都叫亚太, 现在叫印。 印度Pacific。 目的是什么? 以美韩同龙为继续, 把印度打回去。 他们就看到了, 印度现在上升四个核好, 印度跟中国有牌子。 所以, 现在这个拼命拿一领, 才印太概念。 然后印的概念是个概念吧, 下面是有十个。 就两个四国同龙正在稳固中心。 一个是美国亲自推的, 叫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 叫民主共同体。 价值观一致。 还有一个是美国默许日本具体推的, 是以中国为目标的一个地缘政治头目。 它是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越南。 地理上法官连着县, 正好是东南西北市场。 两个四国正在这里。 这是中国外交的第二个。 中国政府注视这个东西正在划进。 首先就是先拉越南再说。 所以四九大以前,大家注意到没有? 咱们刘云山先生专门跑到越南去通报, 四九大的情报。 全世界是不是独自一架? 然后,四九大开了以后, 就马上对越南进去国家访问吧。 对不对? 反正先把日本搞的这个视角给你梦缺一脚吧。 是吧? 应该还是稳住一点。 今年六月十八号, 印度在洞朗地区, 跑到我们这边, 阻拦我们修路。 它还不走, 对峙到八月二十八号, 对峙了七十一天。 最后是达成协议撤了。 但中国是有浪漠的, 中国承诺啊, 我们年累我们就不修路了。 然后它撤走了。 因为很多网民是很不高兴的。 我记得中印达成协议以后, 好像有段子说出来, 说党中央太伟大了。 放过中华者虽远避诸, 或不禁了就算了。 很显然大家会生气嘛。 但是从大战的角度来讲, 我们现在比较稳住。 印度稳住, 越南稳住。 它两个四国主人都搞不成。 对不对? 这样我们是一个潜在挑战的。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美国啊 现在有可能重新打台湾台 最危险的一个举措 是在讨论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可能会让那个 台湾的军舰停靠 美国军舰停靠台湾 这个非常危险 因为可以设想 如果美国比如 尼米兹齐十万吨的合同力 航空往高雄港一停 是不是那帮 台独分子特别人帮年轻人 头就晕了 晕了不知道他做什么啥事 对不对 那就危险了 这就是咱们 通过周边那些的三大挑战 朝河 印度 都是今年出现的 明年都会出现 比今年更远 这对我们明年外交是挑战 我不知道怎么应对的 但我相信咱们习水底 我们就事物以待吧 这个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金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 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提问环节 提问的同学请取手示意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将话筒传到您的手中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现在已经比较晚了 我们就先提三个问题 好 金教授您好 我是来自我们那个华科 创高与海洋公众学院的省省 然后我想问一下 对于今天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 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 在走过工业原始积累 产业资本结构调整阶段之后 随之而来的产业资本全球布局调整 和产业扩张阶段 类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做法 而在这之后很可能赴美国的后路 进入金融资本阶段 那您怎么看 首先呢我大意是同意这个逻辑的 就是中国工业化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一定是产能过生 产能过生的一个解决之道呢 就是往外走 中国大概有几十个产业都是过生的 比如说我们最近去国电 国电朋友就告诉我们 咱们现在电力就是绝对国产 现在咱们国家的火电 基本上全国的火电 火电厂 全年发电时速没有超过四千个小时来 这意味着至少是三分之一的产能是废掉的 所以说光电 风电 大量的气电 那是全国都知道 所以一个是产电的过剩了 因为十二五涂了很多钱嘛 所以现在每年还有新增的发电量出来 大概是这样 就是去年吧 我们新增的发电量是英国的总发电量 你都已经过剩了 每年还增加一个英国 对不对 这是不是麻烦很大 所以需要采取很大胆的措施 国内要消化 国内消化 我现在有个建议 可能从现在开始 这个电脑要走向反向阶级价 用得越多 越省 最后用到一定程度就不要钱 哈哈哈哈 可以解决武汉地区的温的问题 也保证为问题了 温柔的问题了 对不对 就是以后就是全部用电脑 对不对 你反正就二十几小时开了这个 这样就反向阶级价可以把货生电脑给解决掉 否则是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对话我爱说 这个国际上是缺电的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菲律宾 人均GDP是我们三分之一吧 可是它电价数我们三倍多 所以我有在亚开行 就是亚开发银行工作的朋友 他是高管 收入很高的 但是我告诉你啊 基本上他每天都是跑放门死的 为什么 在家里啊 舍不得开工条 很贵啊 那个 巴西缺电啊 这个绝对缺电啊 那个 老停电啊 去年巴西那个 叫奥运会吧 最后他们干脆这个主委会 就是交 中国国电 三冬村公司给他们 可以确保了 十几天没停电 这巴西是奇迹啊 他们是天天停电 不是十几天没停电的 这就是世界的情况 他们其实是有制约 他地 水 人 年轻人乌乌乌乌的 他都都有 但是他没技术 没管理经验 对吧 咱们这个太充分了 下面就有多人就来了 咱们整个国电系统 六百万人 其中有两百万 专门就是电站建策 那么可能到十三五 中国真的就 就没有 没有电站可见 这两百万人就要失业 对不对 而国际上是绝对有需求 所以让他们走出去 我觉得从市场角度来讲 是必然的 双利 别的国内 这两百万人 都是非常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 那又 让他失业又浪费 而且他们 都受过良好教育 心怀不满 他给他闹事了 他们组织起来 那闹事比農民公民还多了 对不对 我讲的是一个行业 不仅全过几十个行业 如果都憋在这里 他就会出事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怀中 怀中就是成功率 是一半 背了一半 这大概也比憋在我来好 所以一代以后呢 确实是你刚才讲的 我们还走了一个 必要的一步 希望能走好 所以说中国国际上 走向金融化 欧队群还有一种多分 东亚国家好像 跟亚古鲨就不太一样了 而且美国和英国走向金融化 还有一种太连关系 但是他们的势力 发挥得太大 我估计最后呢 中国的金融业呢 会比现在夸达很多 但是呢 还是会以制造业力多 至少在习总认定 我觉得肯定是制造业力 一种本来还是可以 平常系统来 还是很感兴趣的 但是最近好像打了很多人吧 对吧 对吧 还继续这些 然后 基本上昨天 那个七零后的那个 州什么 去做那个副主任去的吧 任督平 说七零后的 就是 就是 政编会副主任 周亮 周亮 对 他实际上从纪委过去了 还没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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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习总还收拾地方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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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算好 咱们还是以制造业力度 嗯 最终也是不一样 而且我 我参加会一点讨论 其实咱们中国搞一代以后 有一个 有一个想法 现在就是官方没有明确的宣布 但是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就是沿着一带一路沿线啊 搞几百个中国工业人群 甚至上千个 就是包米、欧亚呀、埃及呀 帮他们搞几百个深圳 哦 哦 知道吗 等于咱们中国呢 这双赢啊 这些国家没有中国去帮忙 它永远就可能有这么一个 马型的现代化的城市 不可能了 这个 但是中国去了 就会给它在这个城市里面 就是 就是 带去就是很系统的制造业 然后会给他们当地最好的工作机会 比如说现在斯里兰卡那个库隆坡港 在里面现在的工作啊 就是这种小伙子啊 他的平均收入是当地的5到10倍 就像我们改革之初到外企工作一样 没有面子到里面啊 找对象很容易的 哈哈哈 比如说收入最高啊 然后呢 税收最稳定 嗯 别的企业啊 逃税漏税 中国企业 在那个地方 工业区还挺老实的啊 所以它对他们其实是很好的 好的就有机会 跑到最重要 还有一个是现代化的样子 就没有那种现代化的高楼啊 但中国去的就 它有一个现代化的样板 所以实际上对他们挺好的 对中国也好啊 中国呢可以通过这几百个工业员区 就把我们国内啊 就是我们经济必须的 但是国内呢 现在肯定也没有提供的年轻人干的 但是国内呢 这十亿人是另外一个中国经济 以后如果真出现这个 比如说上千个海外深圳啊 十亿人 这十亿人是另外一个中国经济 嗯 嗯 对不对 这个 它就是 人都是当地的 土地 资源 人都是当地的 可是呢 从那个制度上 它是在中国这个经济系统里边的 对吧 嗯 那这样中国的经济系统 跟美国不一样 对吧 我们还是有一个 我们国内有一部分制造业 肯定是说军工啊 高费钱还在国内 开发的 那在一般制造业也就是在外国 那这个 我们控制利益 要比现在美国的控制利益还好 嗯 嗯 这是我的 好 谢谢金教授 教授您好 那个 不好意思 教授您好 我是来自外国语学院的 首先很感谢您的讲解 您那些观念 我也提到 那种的高贵 您所说的我们外交 现在所处的一个格局状态 就是从一个适应到一个积极作为 嗯 我 我在听完这些讲话之后 我觉得您在主要是在说一些 美国 包括马海关啊 台湾啊 印度啊 包括和香港和澳门都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要谈创造的话 嗯 日本作为现在东亚来说发展是还算比较先进的 虽然它现在经济可能处在一个下滑的一个客观事实上 但是毕竟是我们作为一个不破不见条件的一个呃 邻居吧 而且有很多的历史人员 包括我们的那种呃 地远位置 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尊重是我们和日本的关系 可能就是2017年来说 中日之间的关系间的矛盾和中非啊 中印啊 包括中美之间的矛盾没有那么激烈 用得深刻 但我觉得中日关系仍然是我们在以后的关系 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很重大的关系问题 所以我想请您浅谈一下 对以后包括现在您对中日关系的一个理解 以及如果就像呃 在最后我们要如果走向一个创造性的关系的话 我们再怎么样处理中日之间的关系呢 谢谢 那个中日关系中国是挺重视的啊 所以中国方面实际上今年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比如说今年是七七事变八十多年吧 嗯 中国没有搞很大的活动吧 嗯 嗯 这其实是控制的 还有呢那个 在那个十一月APEC越南会议上 习总来跟那个安倍首相见面了 他那一个都要出来 是吧 这是那个日本过道以来啊 两国元首 头一次这个正式见面 以前都是那个揭露上 就是在过道上偶遇对不对 这次正式见面了 那个所以中日呢 他都挺重视的 那个 这个我个人推算明年会好一些 明年呢 日本会主持招牌叫中日韩商业会 嗯 我们理会上中日韩商业会去 然后呢安倍呢正在努力的这个 这个创造条件吧 明年那一条吧 然后后年嘛 G20在日本开洪的协计 回家去 中日韩商业会 中日韩商业会 会稳定 趋稳吧 这个 这个 中日韩商业都在不平静 那这个障碍主要在日本 就是日本他心里心梦啊 因为日本他 过去一百年混得比我们好嘛 混得比我们好以后呢 日本战略家有一部分人犯了错误 他把他那一段时间混得好啊 做了概念的扭曲啊 他把几十年的技术优势 说成了日本国民永存的优势 竟然说成了日本人比中国人强 把我们叫吃辣人吃辣人 这个 这个 但现在呢 就是日本技术领先的前提没有了 日本领先的前提啊 是日本工业化搞得很好 而中国人有点愚蠢的拒绝 现在的新市值 中国也无量啊 然后呢 一个一个的行大 把日本提起来 这个 日本现在的优势很少的 你去看日本的 Top 10 十大公司 全部都是汽车公司 全部是汽车公司 公田领田 实际上一个国家 能有不少 上亿人 只靠一个产业 是很难生存的 嗯 对不对 日本经济其实是很脆弱的 这个 这个 当然他可以有钱 来就是融入大洲化经济嘛 哈哈哈哈 他的那个 银件做的还不错 他当时华为买日本银件 买的银件 那个 这个 这个 日本对我们有 我说过 日本 就是金银成过去一百年 犯了一个错误 他把他短暂的工业技术 说成了文明有词 说成了人种有词 这是错误 他在慢慢的改变这个 这个 这个 这需要一点时间吧 所以我推算就是 呃 反正从政策角度 政府角度 我们中国是小问题的 呃 但是因为日本的社会问题 意识问题 那是有关系 但是 但是 十年之后啊 工作问题会好起来 那个 呃 呃 因为逻辑是这样的 就日本是很年轻的嘛 呃 你们去 日本那个 上野公园旁边的 日本国家 博物馆 啊 直接让日本第一个王朝啊 那是飞鸟王朝 奈良 平安 三个 三个王朝 飞鸟是701年才出现的 那地方在哪 在那个大阪神户和奈良之间 那个三角平原 那个平原 那个平原 叫大和平原 后来他为什么叫大和民族啊 因为最早那个王朝出在大和平原的 701年他才那个 成为王朝 王朝相当于咱们下朝他 此前他叫什么 叫古坟时代 就一个一个部落 然后人死的也不装修了 然后往里面一扔就完了 知道吗 本土呢 那个 就是七世纪才进入了国民社会 然后 到中国 学中国啊 中国引进了武 从这个 韩国半岛引进了中国的武经博士 就是武学内部 再加上大圣佛教 就是汉传佛教 这个 所以他总体来讲很年轻的民族 这个年轻的呢 青春期啊 大家都经历过 青春期是拳头说话的 所以就校养霸凌事件嘛 所以他这个年轻民族呢 崇拜强者呢 这次就有一个集体心理叫巨威 而不是怀德 国民党那个 反共理论家戴希 戴希老奖吧 那个 他老婆是日本人嘛 他自己在日本待了十四年 写了个日本论 写的很好 他的军结说 日本这个民族的国际 人情少 巨威 然后呢 表现在外交上 永远是强者而已 谁老大跟谁好 所以英国老大 一日同 任何决定 每个老大 十年以后 四方说 诸国人是老大 英国师不一定是老大 说老大 我早就想跟他跑了 OK 都有关系 是季雍和季雁 好 谢谢老师 相信你 是季雍和季雁的能力 是季雍和季雁的能力 我想请教一下台湾问题 就是关于去中国化的问题 包括整个台湾社会 台独时光大行其道 我们大陆方面怎么应对 比如说政治上 他我们 他没办法就是敢独立 但是说在整个文化上 能有什么样的一个 还包括统一 以后统一肯定是大师所缺的 统一之后 统一之后 就整个 怎么让台湾融入 整个中华民族的这种历史 进行 做到两岸的那种 心灵的契合 我想问一下 怎么去做 好 这个last one 谢谢这个总监 台湾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刚才讲了 十九大会的讯号是很明确的 我们大陆很重视台湾问题 把这个台湾的 国民主席练起来了 然后 我们那个 对台工作 从房主转向出统了 对吧 然后目前 我们的目标 还是合并努力 然后手法 还是软硬 两筹 对吧 但是 自由带的讯号应该是 大家都可以解读到了 更清楚的 下面就看 那个台湾怎么反应 客观态势怎么样 坦率的讲 我是有点悲伴的 我觉得客观态势 走向走向 首先就是 你刚才讲的 台湾方面的情况 现在台湾 就是老百姓 他是台独青年人 很强 绝大那么多老百姓 说我就是台湾人 这个民意调查 大概八十那么多说 我就是台湾人 只有百分之五 做过的中文 还有百分之十呢 我又是台湾人 就是社会心里 已经台独化了 另外从政治结构 政党结构 现在是民进党 一党五大 国民党边缘化 对吧 另外执政团队 就是蔡英文 坚定了台独青 跟他认命的这些人 赖金德 赖金德公开说 我就是台独工作者 这个 然后认命的大法官 都是公开的台独青人 然后现在他不敢政治 就公开法理宣布台独 但是他正在切香肠 教科书 文英文的底部 大概下降 历史书来把中国史 放到世界史里面 下降 这个 这确实是很烦人 大陆这边 现在网民啊 你看对台湾那个 以前的尊敬感 当然无诚 嗯 以前韩潘 那个投授说 台湾最美的 是真 现在大家 把他当个笑话 来 大家都是一把傻子嘛 哈哈哈哈 现在担心的说 台湾会不会 降低我们平均治理啊 哈哈哈哈 你给我养智 养智 养智 哈哈哈哈 对这个台湾那个 现在好多网站把 那个台独问的这个言论 当作笑话来看的吧 嗯 这是一个变化 就大悟对台湾那种尊敬感觉 对台独的永远如下降 所以两岸这个客观态度过后 那个 如果这个时候美国 派个军舰去捣捣乱啊 危险走向速度可能性很大 那个 他冲出来台湾帝书 那个 冲突他有两种可能性啊 就是他问题啊 我估计最后 是肯定是五一解决 他不是合并解决 所以 当不是我的愿望啊 愿望我还是跟中央完全一致 就是合并解决 中央是合并解决的 我的愿望也是 但是 我作为一个分析师啊 我觉得现在 态势是中央冲突的 然后冲突结果查完毕竹 就是输了什么程度 都不输了 我觉得这种程度 很容易解决 然后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流血的 一种是不流血的 这个我希望就是不流血的吧 都是武力啊 但是呢 有血的 有血就一天就离开 不流血的 一个礼拜就离开 这个 我到那个 福建啊 前线去看过啊 那个 我军组织挺好的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前线的那个 紫尔恩跟我讲 说如果 今天下午三点 给我给你 我保证明天下午三点吧 他用来带过来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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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保证这个过程 他有杀很多人 对吧 看他也给你充分一下 这就这个在台湾外位 就是超常成统 就是一般的成统 这么跟人讲 而且是 就是 台军方面 每一门跑 每一颗导弹 每一辆团阁 每一秒钟 你们都是知道 对 对 而且我军的狐狸 打击密度 现在跟美军是起零的 中国人的解放军下起点是红军的,穷汉的,所以有一种无力计刺证。 2号全部要求鼓励打击力度要赶上的力量。 所以我们同样的坦克数量一样,我们的火机打击力度是印度的4到6倍,精度要比较高很多,所以我们的火机打击力度非常强。 贪彻力度很好,火力打击力度很好。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一旦我们真动手,台湾的水会非常强。 它根本无力计刺证。 这是一种情况,那就是动物流血的,是吧? 那个动态解决。还有动态,不用动物啊,不是人啊,封锁。 船跑不了,飞机走不了,然后停电停水。 我觉得最后这个可能性非常强。 我们有石墨西炸弹的技术,非常深受。 我们美国都这样的。 就让整个半个人倒停电,不行。 让停电,要把水给你关了。 啊,主流给你关了,没有多啊。 一个礼拜是洗澡。 人家大便冲不下去。 到底什么态度都会了。 对吧,这应该是最后的节目。 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贵。 我现在一个节目就完结,就谢谢到这里。 最后让我们再次用各地的掌声感谢庆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